第2541章不朽今生 力衡写 绝颠地竟八重存在 一身道衡深厚无比 比之难天争也不逞多让 战力极其强横 当察觉到不妙的第一时间 他就运转修为 下意识要催动全部道衡进行防御 然而 就在这一瞬 一尊拳头如若天降神山般披头砸来 他那一身的道衡和防御宝物 竟如纸壶般瞬间暴碎 当力横邪要闪避时 已来不及 眼睁睁看着那一拳砸来 腾 其头颅薄茧 胸膛 成一条直线斑 被这一拳以催枯拉朽之势碾碎 可不得全境将其蹦践的邪语都蒸发掉 力清碧 和力横邪一样的绝颠大帝 但修为以真治地 竟八重圆满地步 被试作力士一族的一颗明珠 身受族中老辈人物器重 认为凭他的道衡 即有希望去谋取一线正道绝边地主的契机 在一变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凭借对危险的本能 毫不犹豫就要进行闪避 然而 那四面八方的虚空中 却骤然涌现出无数道密扎扎的剑气 如铺天盖壁般 将他那风姿绝带的修长身影完全淹没 通龙 如惊雷般的剑气轰鸣声中 力轻碧被无数剑气斩碎 宛如遭受到了一场世间最残酷的灵池 尸骨无存 力幽同 只差一步就能执掌一条完整大道的九径组 身披一件神异莫测的帝宙 防御力惊人无比 可却在瞬间 就被一口炉顶砸得稀巴烂 帝宙暴碎 连人也在同一时间魂飞魄散 除此 场中上有其他三位力士族人也纷纷暴毙 要么被剑气杀死 要么被掌印轰碎 要么被全径横扫 而这一切 几乎都发生在同一时间 太快了 几乎就在力恨水他们察觉到不妙 这一场突兀而至的杀劫就轰然爆发 并且可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力恨水的反应也并不慢 可却根本就没想到 对付一个分身而已 怎会突然就爆发这等滔天杀劫了 一下子 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而此时 他才看清楚 预料中的属于林寻的大道分身 根本就不是一个 而是整整四个 并且 其中一个头顶悬浮见顶 分明就不是分身 而是林寻的本尊 该死 上当了 力恨水脸都黑下来 目自欲裂 发出嘶吼 宛如一头陷入暴怒的远古凶兽般 朝林寻的本尊杀去 轰 他挥动手中障二巨斧 掀起万众道光法则 如若开天斑 那恐怖的地祖威能 令这片天地乱颤 虚空暴明塌陷 当林寻本尊以无冤见顶对抗 震得力恨水身影一个亮枪 力恨水脸色又是一变 这才终于明白 为何在那首类之战中 强大如南涌枪都被林寻所杀 此子之战力 果然达到了可以撼动和镇压地祖的地步 太过逆天 啊 不 而在这一瞬 元楚又连续响起两道惨叫 力士的两名族人 再度被轰杀 横死场中 事实上 此刻的场中已是一片混乱 那些力士族人遭到如此血腥可怖的一次袭击 虽反应极快 可那经受得起林寻的狂暴打压了 屈之 他那每一尊分身都经由大道 红炉经进行重塑 如今拥有的威能 比之本尊一点都不逊色 而在林寻本尊和这些分身动手之初 就已将极尽战力催发 根本就是毫无保留 彻底释放 那等威能 岂是寻常 到的此时 才不过虚于奸而已 那力士族人就已隐落了九人 而要知道 这些力士族人原本才有十九人 也就是说 仅仅这虚于奸的功夫 力士一族就伤亡近半 这血腥的一幕幕 就如死亡的阴霾覆盖场中 在不断收割生命 刺激得那剩下的力士族人连连怒吼 宛如疯狂般 场面 也是混乱之急 有人试图远远避开 从那等被不断打压的处境中突离 却屡屡以失败告终 临巡那三道分身 就如三才之阵 释放出的威能 将场中那些力士族人完全压概其中 一时半刻根本无法让他们扭转局势 有人毫不犹豫催动杀手锏 映现出一道属于不朽人物的恐怖意志力量 挤压得这片天地都有崩灭般的迹象 可还不等这意志力量发威 就被一把袖姬斑驳的刀刃撕开 化作漫天的光雨暴碎 这刀刃来自南氏一族 原本是不朽道兵 虽然损毁严重 可也堪称是一件杀伤力巨大的秘宝 不过 在同一时间 这刀刃也随之崩灭 终究是残损严重的宝物 所运机的力量有限 眼见这一幕幕 正在和林寻的本尊厮杀的力恨水 眸子中闪过一抹疯狂之色 舵力恨水长指尖 骚然抱涌出一片璀璨无比的金光 仔细看 那赫然是一尊才不过半尺高 端坐在祥云上的木质神像 神像加夫而坐 面容鼓着 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拢在腹部的双手 捏成一道奇异的鼓印 那无尽璀璨的金光 正是从这一座神像上涌现冲出 透着黄黄无量般的不朽气息 令这片天地被笼罩上一种装束 神秘的氛围 正在和敌人厮杀的林寻本尊和三大分身 齐齐浑身一僵 感受到一股致命般的危险 无疑 此刻被力恨水寄出的神像 乃是一件极其可怕的杀手锏 充斥禁忌般的力量 这一刻 那些力士族人则都不约而同地松口气 眼神中焕发出一丝丝狂热的味道 仿似对那一座神像有着绝对的信心 而随着力恨水念诵出一阵古怪晦涩的咒语 他一身的力量竟是被那手中的神像疯狂汲取 而神像周身涌现的赤圣不朽之光则愈发灿烂了 释放出的气息也愈发得可怖 隐约可见 神像那紧闭着的谋似要睁开一般 轰 林寻没有任何耽搁 催动无冤见顶 试图阻止这一切 可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 无冤见顶竟是被那一座神像释放出的金色不朽之光震退 根本就无法靠近 小杂碎 能够死在我族元族所遗留的不朽今生之下 你已可以瞑目了 力恨水神色疯狂 他浑身气息鼓荡 所有的力量如长江大河斑被那一座被称作不朽今生的雕像吞噬汲取 林寻本尊挥手打出一道玉符 刹那间一杆缠绕着不朽气息的战毛虚影呼啸而出 那其中烙印着的 赫然是万化毛的气息 和之前那一柄秀姬斑驳的刀刃一样 这同样是一件来自南氏一族的杀手锏 而此时被林寻施展出来 然而 随着一道轰鸣 这一干战毛虚影竟是被那赤上的金色道光挡住 而后寸寸炸开 消散一空 林寻瞳孔一缩 这足以对地族产生严重威胁的一击 却依然无法撼动那一座不朽金身神像 哈哈哈哈 没用的 再挣扎也是徒劳 力恨水大笑 透着疯狂般的味道 其他力士族人也跟着冷笑起来 这神像 实则是他们宗族一位不朽镜元族的遗孩 号称万劫不坏 拥有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能 一般的杀手锏 根本无法撼动其丝毫 轰 往的 那神像犹如蓄积到足够的力量 骚然释放出冲销般的金色不朽之光 席卷九天十地 黄黄无量 那神像紧闭的眸 唯唯一颤 缓缓地睁开 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能也是随之弥漫 压迫的这片天雨乱颤 万事万物皆呈现出崩灭般的迹象 那等景象 另一众力士族人都躯体战力 心神激荡 就犹如目睹他们族中那位元祖大人 在十个无尽岁月之后苏醒过来 众灵世间 而在此时 灵巡忽然笑了 道 此宝 今日之后就是属于我灵巡的战力品 话音还在飘荡 这一杀 时间却仿似凝固和定格 天地陷入一刹那的禁止 这自然是近世神通 而就在这一杀 灵巡出现在力恨水身前 一巴掌拍下 哼 早已被那神像汲取掉一身力量的力恨水 就如纸壶般被拍碎炸开 而在同一时间 无冤箭顶笼罩而下 将那一座神像沾入其中 他那原本已睁开一半的眸 都是在此刻重新闭上 一切 皆发生在刹那间 当那些力士族人反应过来时 就见到力恨水屈体爆碎 血雨泼洒的那一幕 也见到了那一座神像被灵巡以无冤箭顶收取的一幕 不 他们皆如遭雷击 失声大叫出来 一个个神色狂变 如丧烤笔 快要发疯 这转变太大 就如做梦般 眨眼而已 一切都发生逆转了 他们预料中那不朽今生发微轻易急杀灵巡的一幕 也随之破灭 再不可能发生了 而在同时 灵巡则如是重负 浑身彻底轻松 之前那神像释放出的气息 简直如锋刃底在咽喉 令他也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根本不用怀疑 若让这神像的威能彻底释放 怕是能在瞬间就将他灵巡轻易抹杀 还好 这一切都被禁士神通阻止 并未真正上演 没有单的时间 灵巡本尊催动无冤箭顶 朝那些利士族人杀去 比他更快的 是那三道分身 在那些利士族人大惊失色之际 就已抓住机会 进行全力攻伐 这一次 灵巡不打算放走任何一个利士族人 第2542章放弃 血水飞溅 惨叫声震天 早已在大战中倾塌崩灭的山河之间 上演犹如炼狱般的死亡场景 轰 灵巡本尊和三大道体横行蒸伐 珠般威势叠加 覆盖这片天雨 俨然呈现出催枯拉朽之势 没多久 便陆续在有四个利士族人被击杀场中 有的被箭与绞杀 有的被无冤箭顶砸碎 有的被可不得到法焚化 在此过程中 也有人动用杀手锏一类的底牌 可要么被灵巡及时避开 要么被灵巡以自身所掌握的杀手锏化解 事实上 在战斗中灵巡以进行印证 这些年炼化和汲取了诸多不朽物质的无冤箭顶 完全能够抵挡住一些所谓的杀手锏 如烙印在御服中的不朽意志力量 如蕴含着丝丝举秩序力量的秘宝 皆能够被无冤箭顶抵挡住 换而言之 这些年一直被珠般秩序力量运咬 汲取了许多不朽物质的无冤箭顶 早已变得神意无比 再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帝兵 故而这一场战斗在利恨水陨落后 完全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到了此时 场中仅剩下三个利氏族人在苦苦支撑 弄插 浑厚的青色战盾军裂炸开 一名拥有着绝颠八重递进的对手 直接被灵巡一拳捣碎胸膛 可不得全境迸发之下 整个躯体都炸开 走 剩下的两人疯狂般冲击 欲杀出重围逃走 枉的 林寻那三大道体一勇而上 对着其中一人展开致命杀阀 轰 神灰浩荡席卷中 那人直接被轰都魂飞魄散 林寻刚打算去对付那最后一名对手 却末地察觉到什么般 顿时止步 眉头皱起 下一刻 他果断舍弃了那名逃顿的对手 和三大道体一起 将场中战利品摄取后 转身就走 转眼就消失不见 呈现一派毁灭迹象的战场中 仅剩下的那名利士族人不经意外 神色变换不定 似无法相信林寻就这般轻易地放过了他 而后 他目光扫视场中 看着那破灭如废墟的山河 整个人都待在那 心绪彻底崩溃 就只剩下他一人了 他身边那些族人都以化作灰烬 消散于这片天地 无法言说的愤怒 恐惧悲痛 绝望情绪犹如潮水般 将他整个人淹没 当顾半庄 云洛洪带着一众族人赶来时 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场景 这顾半庄他们揭齐其色变 瞳孔扩张 哪还会不明白 在抵达之前 此地曾爆发血腥残酷的厮杀 而利恨水等人 即可能都已陨落 利恨水他们呢 顾半庄深呼吸一口气问道 似游字不敢相信 死了 全都死了 那孤零零的利氏族人 犹如魔争般 贪坐在山河废墟之上 失魂落魄 顾半庄他们对视一眼 心中皆永生莫大的震撼 利恨水一行人 笼共十九人 每一个战力皆非一般人物可比 可如今 确竟死得只剩下一人 是 那林寻坐的 顾半庄经不住又问道 除了他 还能有谁 那利氏族人浑身站立 似又想起什么恐怖血腥的画面 发出如野兽般的悲痛嘶吼 是你们 都怪你们 说好的只是猎杀一个分身 可这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 生震天地 那浓浓的绝望和愤怒 令顾半庄他们脸色都是一阵阴晴不定 我怎可能会想到 连利恨水都不是他的对手 顾半庄轻叹 那妩媚娇润的俏脸都变得阴沉许多 据他所知 利恨水手中掌握着一门禁忌般的杀手解 乃是一尊不朽今生熔炼而成的神像 微能恐怖无边 可就在这等情况下 利恨水却死了 这无疑是一个噩耗 令顾半庄心境愈发沉重了 此子除了战力逆天 手中必然还掌握着极其棘手的杀手解 否则 利恨水不可能会遭此大败 云落红开口 神色淡漠如旧 只是眼神中 也已被凝重之色取代 将你所见 以秘书演绎给我们看 顾半庄将目光看向那一名利氏族人 他迫切想知道 林寻究竟是通过什么办法 杀死的利恨水等人 却见那利氏族人私生咆哮 给你们看又如何 你们能杀死那林寻吗 能吗 被这般质问 顾半庄他们皆感到有些难堪 手泪之战中 男士一族惨遭大败 而如今 利氏一族也被杀得只剩下一人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 那林寻的危险和可怕 在这等情况下 凭借他们故事 云氏的力量 真能镇压林寻吗 众人心中都不禁动摇了 哈哈 你们也不能 这太虚仙境中 没人能杀得了林寻 没有 那利氏族人起身 犹如疯癫般 朝远楚亮亮枪呛走去 渐走渐远 悲痛的声音 在天地间不断回荡 洛宏兄 我们该怎么办 顾半庄将一对美眸 看向云洛宏 云洛宏罕见的沉默了 之前 他带人和顾半庄 一起前往另一个方向 追杀林寻 可到头来却扑了一个空 直至之前 他们突然接到 力恨水的求救玉符 毫不犹豫就朝这边赶来 可很显然 他们晚了一步 此次太过危险 再追下去 怕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伤亡 取久 云洛宏才沉生开口 梅雨间泛起阴晦之色 如他这般来自第七天狱的一道之祖 说出这般话 就和自认不如也没什么区别 那些故事 云氏的族人皆胸口发闷 情绪低沉 那林寻 真的就是无法被击败的 这让他们皆很不适滋味 放弃也好 却见顾半庄如释重负 伸手拍了拍身前那高耸雪白的饱满 道 反正在这诸神遗迹之外 还有一些不朽人物坐镇 若林寻真有命活着离开此地 也定然难以挡住那些不朽人物的杀鸡 就这般认灾 是否太耻辱了 有人不禁问 顾半庄美谋一瞪 耻辱 行啊 要不你继续去送死 那人顿时闭嘴 就这样吧 此事到此为止 云洛洪做出决断 他神色一如从前冷酷淡漠 可当做出这个决断时 内心也是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挫败感 一个来自星空古道的绝颠八重大帝而已 却令他们东皇四族伤亡惨重 不得不舍弃追杀的行动 这的确太耻辱了 传出去 他们东皇四族的威望怕都将遭到沉重打击 而他们这些人 则注定将伦为永恒真戒的笑柄 可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当真正去和林寻对抗时 才会发现这是何等恐怖和逆天的一个狠茶子 强大到足以让帝祖都心计和胆寒 林寻并不知道 故事和云士都已舍弃了继续追杀他的想法 此时的他出现在一片弥漫着幽蓝色鲜物的金色沙漠深处 嘱咐小五步下大战 林寻第一时间就开始盘膝打坐 将一平平堪称珍惜的林丹妙药一股脑吞入嘴里 之前的战斗中令他也消耗极大 体力急需恢复 不过 这一场战斗也让林寻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在那一枚幸福上的战机多出了18道 加起来已是21个战机 除此 力恨水等人身上攜带的宝物和修行资源 也都成了林寻的战利品 价值之大 根本就无法估量 而最吸引林寻的 无疑是那一座被镇压在无冤箭顶中的神像 才不过半尺高 加肤而坐 通体呈现出一种暗黑之色 神像的脸庞鼓着 眼眸紧闭 神情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其双手拢在腹部 捏成一个奇异的手印 给人一种诡异神秘的气息 林寻如今已清楚 这是一尊由不朽人物的遗骸所熔炼而成的神像 保存完整 可称作是一具真正的不朽之躯 传闻中 似这等遗骸 常年累月被不朽力量浸润和磨炼 早已可以称作是一种另类的不朽物质 毕竟 这可是不朽人物的遗骸 而这神像别看只半尺高 可等于是将不朽今生的力量浓缩到极尽 对任何人而言 皆堪称是无上瑰宝 就是被不朽人物看到 也会疯狂争夺 同时林寻也注意到 这不朽神像内沉寂着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意志力量 之前那力恨水拼尽一身道横欲要唤醒的 就是这一股意志力量 林寻根本不怀疑 当时若让不朽神像苏醒过来 绝对能轻易将自己杀死 因为它太强大了 远超林寻对不朽人物的认知 只可惜 这等宝物 却不是林寻能够御用 因为要唤醒那一股意志力量 需要由历史一族的血脉传承力量 外人根本无法催动 但林寻并不在意这些 在他眼中 这不朽神像就是一个由不朽物质所化的巨大宝藏 完全可以充当做淬炼无冤见顶的养料 至于那一股沉寂在其中的意志力量 也会随着不朽神像被炼化 而一点点被无冤见顶磨灭掉 根本不可能再又复苏的可能 数个时辰后 林寻从打坐中醒来 浑身气息已经恢复到 绝颠八重递境的圆满巅峰水准 还剩下不到两天时间 林寻长生而起 略意私存 就决定继续行动 如今还剩下故事和云是 两大不朽地族的力量 他打算趁着这两天的时间 一鼓作气将其催垮 第2543章球员 林寻的性格 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抱歉 管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来历 必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除了故事和云是之外 被林寻惦记着的 还有其他一些仇人 如文 恒 落 柱等等不朽地族 这些个势力 早在朝天城时 就发出声音 只要他林寻敢出现在诸神战场中 必杀无射 对此 林寻自不会客气了 别人是狮子多了不怕养 他是仇敌多了也无所忌惮 当林寻屈指一谈 无冤见顶悠悠轻盈 下一刻 他仍已消失在这片茫茫沙漠中 小心一些 就剩一天多的时间了 一定不能有任何大意 一座山谷中 文北都传音提醒 至于战机 不要也罢 只要能活下来 皆可以进入第三关 他是文士中一位资格极老的地祖境存在 在他身边 有着数个文士族人 文言都不经点头 他们已经直服于此多时 哪怕是被人发现 当看到他们这等阵容时 一般人也不敢擅自动手 长老 听说那林寻正在被故事 云氏 历史三大势力联手追杀 这一次 他定然是在劫南逃了 一名男子笑着传音 眼神中透着幸灾乐祸的味道 墨地 一道清淡的声音 术耳在这片山谷上空响起 依我看 诸位这次倒真的是在劫南逃了 声音不大 却清清楚楚地想撤在文北都等人耳盼 让得他们齐齐脸色一变 抬眼看去 就见那山谷高空之上 一道俊拔的身影凭空而立 非法飘逸 如若折仙 林寻 文北都等人心中狠狠一阵 差点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不是说 这家伙正在被那三大不朽势力追杀吗 走 文北都反应最快 第一时间传音 遇待身边众人离开 可就在此时 林寻已毫不犹豫出手 轰 无冤见顶发光 流转亿万道光 将这片峡谷笼罩 而林寻的身影一闪 五大道体和本尊一起 凭空挪移 朝文北都等人杀去 前后不过三十个弹指 战斗落幕 文北都等文士族人 皆被斩杀 附近数千里山河 激化作毁灭般的枯竭废墟 搜 而林寻所化的神红 扬长而去 时间流逝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林寻的身影穿梭在太须仙境那茫茫天地间 一路寻异 他就如一道无声无息的阴影 即便是被一些修道者察觉到 也是惊鸿一瞥 便消失不见 可在他行走过的路途上 却陆续有血星上演 有来自不同势力的修道者寅命 如横家 洛家 祝家 相比而言 这些掌控地阶秩序 盘踞在第六天域的不朽势力 无论是人数 还是整体实力 皆要逊色那东黄四族不止一筹 这给林寻带来的威胁 也小上许多 杀起来也是毫不手软 亦不曾有任何流情 不到一天时间 这一路上被林寻杀死的敌人 就已达到二十余人 而骑手中信服上的战机 已达到四十三个 这一系列行动 也是根本隐瞒不住 很快就引起了不知多少强者的瞩目 为之阵战 难道东黄三族的联手失败了 许多人这才后知后觉 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林寻竟肆无忌惮地展开杀戮 这是否意味着 针对他的那一场杀截 已宣告失败 这家伙太狠了 那些陨落的角色 皆是来自和他有仇的势力中 有人心寒 试破林寻的用心 被林寻那狠辣无情的报复手段惊到 偌大太虚先进 就无人能压制住此人锋芒 有人发出悲忽 心中颇不是滋味 但凡能够进入这大受益关的 哪得不是傲视群伦般的霸主即存在 可如今 这些霸主竟存在 却无一人能压概林寻的气焰 不必担心 像我们这些和那林寻无冤无仇之辈 战时还是安全的 有人如此安慰身边同伴 与此同时 林寻眉头紧锁 他已寻觅到故事和云是两族族人的踪迹 可却发现 很难有机会进行袭击 对方两大势力的力量合拢在一起行动 又有故扮装和云洛宏坐镇 完全就是无懈可及 若是主动去拼杀 林寻自信能够令对方伤亡惨重 可同样的 怕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 是林寻所排斥的 这里终究是太虚仙境 三天的狩猎时间不结束 就无法从此地离开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负伤 万一在逃顿时被人阻截和偷袭 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林寻也曾故意显现踪迹 试图引诱故事 云是两族的修道者出击 只要对方追上来 他就会如法炮制 分而化之 对其各个击破 哪曾想 即便是他显现踪迹的情况下 这两大不朽地族的强者 竟是只摆出防御和戒备的阵势 根本不打算主动出击 显然 对方早已意识到厉害 根本不打算给林寻任何可乘之机 这让林寻都不免有些束手无策了 嗯 正当林寻犹豫要不要继续追踪下去的时候 忽然掌心一番 出现一枚晶莹剔透 犹如青色柳叶的玉符 紧跟着 那玉符中传来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透着焦急和惊慌 林兄 求求你救救我救救 他他 他快要不行了 声音更夹杂着一丝丝的哽咽 这正是像小圆的声音 林寻黑眸骤然一缩 那青色柳叶玉符就是在进入诸神遗迹之前 由向小圆所赠 阅读秋手中也有一块 此时 向小圆出生进行求救 显然是其舅舅柳香却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危险 随时都有陨落的可能 否则 一向小圆的心性 断不能会显得如此惊慌和胶着 柳香却可是第七天玉柳香时的地祖 地位之高 不在那男泳枪 顾半庄 力恨谁等人之下 在这太虚仙境中 又是谁出手 敢对这样一位存在下狠手 林寻都不经很意外 他原本以为 这世上也只有自己这种光脚不怕穿鞋的角色 才会无所顾忌地收拾那些第七天玉的不朽地祖强者 可谁曾想 除了他 还另有强者感如此 这让林寻推断出 那能够将柳香却逼迫到凶险地步的对手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简单人物了 这让他第一时间就响起了仓服声的提醒 这太虚仙境中 并不缺比那东皇四族更可怕的强者 四寸时 林寻早已展开了行动 那青色柳叶玉符为颤 弥散出波动力量 为他指引方向 这家伙竟放弃了 吉原楚 一直在戒备和警惕的顾半庄 云洛宏等人 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林寻的动向 都不禁有些意外 他定然也是怕了 有人冷笑 透着得意 蠢货 顾半庄瞪了对方一眼 我们这么多人 却被他一个人一直牵制和威胁 你觉得 似他这种人会害怕 以后再说这等话时 带点脑子 那人顿时善善 不敢言语 云洛宏道 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当小心一些 直至大寿结束前 断不能分散开 此话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林寻太可怕 可怕到只要他们敢分散开行动 就会出现灭顶之灾的地步 一片废墟般的山河中 柳香却不断咳血 身影残破 奄奄一袭 可由自在战斗 只是任谁都能看出 他已支撑不了太久 他的对手是一个身影壮硕 恐无有力的男子 上半身露出古铜般的机体 光头正亮 面旁俊美 眼神透着凶悍之气 在他那光洁的额头上 烙印着一道妖艺的血色鸢尾花图腾 随着他出手 一身刺目的血色雷霆翻滚 激荡天地 宛如无数血色鸢尾花在怒放 欲择人而逝 那等威势 凶悍霸道 灵力无匹 明明只是绝颠八重圆满静修为 却近一路压制着柳香缺这等地组 穷追猛打 强横的一塌糊涂 在战场远处 还立着两男一女 其中一名穿着金色长裙 腰只盈盈一握 细致淡雅肃静的女子自始至终都没有看那异常战斗一眼 她手中握着一部泛黄书卷 静心翻阅 眉眼柔和 安静若素 仿似那异常战斗远不如手中书卷吸引人 这时候 她眼睛一直看住书卷 嘴中却说道 清猛 差不多可以了 那毕竟是柳香氏的一位老人 不能欺负得太狠 你若真想玩玩 等回永恒真界 我帮你选几个对手玩玩 被叫做清猛的光头俊美青年一听着女子发话 虽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顺从收手 不懈地朝被打得快要一命呜呼的柳香却咧嘴一笑 道 活了一大把年龄 却被揍成狗 换作我是你 早抹脖子自杀了 少废话 论年龄 那位可是跟你祖父一辈的老人 莫做得太狠 否则 柳香是真要动真格 我也得去跟家里解释 长袍女子依旧在看书 头也不抬 言辞漫不经心 可那清猛果然不敢再废话一个字 摸了摸光头 哈哈笑着离开战场 与此同时 长袍女子身边一个悬疑男子则将目光看向脚下 笑容温和 轻声道 姑娘 你的援兵还没到麻 在他脚下 踩着一个人 将小元 第2544张原来是冲我来的 地上 将小元娇嫩白皙的脸庞线在黑褐色的地面上 眼神有悲痛和忧虑 也有怒火汹汹燃烧 那只大脚 踩在他先受背脊上 充斥着无法撼动的霸道力量 将他整个人死死压制 这是一个充斥莫大羞辱味道的禁锢方式 他会来的 一定会 向小元唇脚躺屑 镜透地面 眼神透着坚定之色 脚踏向小元的悬疑男子轻叹 声音依旧温和 道 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浪费了 姑娘 给你一个选择 要么你死 要么你那位舅舅死 你来做决断 直接杀了便是 何须这般麻烦 光头俊美男子亲蒙走过来 看着被踩在地上的向小元 不禁露出一丝怜悯之色 多美丽的姑娘 可却被这般践踏 看得我都有些心疼了 声音带着信念 阴阳怪气 小元 元楚 重伤垂死 浑然欲邪的柳香缺冲来 目字欲裂 眼睛冲血 向阴暴怒失控的受 清蒙眸子中凶悍之气一闪 老前辈 我都已饶你一命 还这般不知死活吗 话音未落 他随手一拳挥出 嘭 柳香缺顿时倒飞出去 机体军裂 骨头不知断裂多少根 伤势之重 竟是无法让他这位地祖 从地上爬起来了 放了小元 要杀要寡 我奉陪到底 柳香缺私声道 清蒙笑嘻嘻的 不再搭理他 悬一男子则将目光看向 那手握书卷 正在认真研读的长群女子 后者有些无奈地抬起擒手 看了悬一男子一眼 道 为何总要我来做决断 权一男子笑容温纯 道 那好 我就送这位姑娘上路 只要你别怪我 腊手催花 只会欺负女人便可 长群女子不经玩耳 肃静淡雅的脸庞泛起一丝玩味 你就不担心 那的灵巡来了 为这位姑娘报仇 权一男子认真想了想 道 那可怎么办 难道非要让我把这位姑娘拱起来 跪地上磕头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道歉忏悔 说到最后 他自己都不惊笑起来 你啊 看似温和如愈的一个人 实则最是铁石心肠 心猛都比你像个人 长群女子摇了摇头 重新将目光看向手中书卷 我最多再等半课中 你自己掂量怎么解决吧 权一男子点了点头 看着脚下的像小圆 声音温柔道 姑娘 别担心 你还有半课中可活 没劲 换作是我 断不会这般魔机 直接将其一拳轰杀便是 清猛说着 忍不住看了一眼长群女子身后 那有着一个穿着朴素不一的男子 一直沉默 不发一语 他浑身上下都很干净 盘记得长发梳理得很整齐 只是模样谈不上英俊 略显平庸 连气息也趋近于无 立在长群女子一侧 很容易被人忽略掉 可当清猛目光看过去时 却带着一抹难掩的忌惮 以及一丝跃跃欲试般的斗志 可最终 他忍住了去试探这不一男子的心思 不敢乱来 否则 他很怀疑自己会否被一拳打死 自始至终 那不一男子都没看他一眼 可清猛并不在意 他知道 在不一男子眼中 不止没有他 也没有那悬一男子 真正被不一男子在意的 只有那淡雅如蓝 肃静婉约的长群女子 姑娘 只剩下半课中了 你有什么遗言不妨说来我听听 或许 我大发善心 还能帮你立个背什么的 清猛闲得无聊 蹲地上笑嘻嘻问道 说着 他伸手朝向小圆脸蛋捏去 你不说话 我可就把你这张诱人的小嘴撕烂拉 你要撕谁的嘴 一道略显突兀的声音响起 在这片天地响彻 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淡漠寒意 清猛手中一顿 扭头望去 脚踏在向小圆身上的悬衣男子挑了挑眉 温和笑道 看来 对方还是很牵挂你的 接下来就要看看 是他能够活着将你就走 还是你们一起 去死 说着 他也抬眼看去 而长群女子依旧在看书 仿似入迷 身旁的不一男子也依旧沉默如初 平庸的面庞上 犹如万古不化的冰山 毫无情绪波动 远处 一道俊拔的身影凭空出现 映入清猛和那玄一男子的眼中 借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清猛的目光肆无忌惮 玄一男子的目光则带着淡淡的笑意 那是一种冷漠到极致的笑 犹如等到猎物时的欢愉 来人正式临巡 他看了看腹伤严重到无法起身的柳香缺 眉头微微皱起 而当看到被踩在悬衣男子脚下的向小原时 一对模则不易察觉地咪了咪 有寒芒一闪而逝 林兄 不必管我 快带我舅舅离开 将小原焦急出声 他太清楚这些人的可怕 一个比一个逆天 恐怖到令人绝望的地步 刷 清猛一闪身 出现在旁边的柳香缺身边 同样一脚踏在柳香缺身上 双手则环抱胸前 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味道 看向林循 道 不管你是来送死 还是来救人 首先要过了我这一关 他挑起拇指 对着自己指了指 眼神凶悍 巨傲之极 额头前的血色约尾图案 妖艺着人 还有我这一关 全衣男子笑容温许 我们都听过你的名字 知道你的来历 但无论是我 还是清猛 皆不相信 这世上有谁能够在绝颠八重镜中 就能打破祖境天窃 林循沉默片刻 忽然微微一笑 道 原来是冲着我来的 可以这么说 清猛眼神凶悍中带着信乐 怎样 敢不敢玩一玩 只要你能打败我 我就放了这位被我打成狗的老前辈 柳香缺愤怒交加 可他明显极力压制着 努力让自己冷静 私声道小友 你速速离去 小缘求救之事 本就是糊涂之极的做法 你可不能参合到此事中 否则不等说完 他发出一声温横 及两股都被清猛的脚踩得碎裂开 怎样 敢不敢 你倒是给一个痛快话啊 清猛咧嘴笑道 林循也笑了 唇中轻吐两个字 好啊 他抬脚迈出一步 轻飘飘的一步 毫无章法可言 可此时正在低头看书的长群女子 却忽然道 清猛 小心 熟悉林循的人 或许知道 当他做出这样的决断时 意味着什么 那些死在林循手下的对手 当时最清楚 这样的林循是何等恐怖 刹那间 林循身前虚空无声无息地 碎裂出一道笔直的裂缝 而他人早已如一道迅疾的光 出现在清猛身前 清猛不愧是酒精杀伐的凶悍人物 脸色违变得他竭尽全力施展出周身之力 打出一记霸梦无匹的全径 试图挡住林循这突兀而至的攻击 林循不闪不闭 任由这一拳砸来 而他的大手则如遮天牢笼般 覆盖而下 砰 清猛那一拳 砸在林循身上 却竟都没能破开林循周身的防御力量 那等凶悍无匹的拳竟反倒被一寸寸碾碎磨灭 这让他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不对劲 脸色又变 正欲变招 林循那劈头盖脸的一掌已覆盖而下 掌力喷勃 势如破竹般将清猛身上的防御力量震碎 而后掌指如抓 一把钻住清猛的脖颈 猛地将他整个人提到了半空中 原因无他 相比一级杀死清猛 他更担心清猛临死反扑 将脚下的柳香缺击杀 故而 才会第一时间将其困住 此时 林循拎着这个之前还凶悍无匹 将柳香缺这等地组都打得重伤捶死的清猛 就如拎着一个小机式的 那等恐怖无匹的镇压之力 简直是惊世骇俗 完全超出在场任何人的想象 而清猛俊美的脸庞已是憋得掌红扭曲 双眸中写满惊骇 似无法相信这世上竟有人能一级之下就将自己情下 小兔子 就你这种货色 也有胆跟我玩 林循神色淡漠 幽碎的眼神中尽是冷冽激巢之色 原杵 手握泛黄书卷的长裙女子一脸恶然的神情 淡然从容如他 此刻也都露出这般表情 其他人就更不必多说 那个脚踏在向小圆身上的悬一男子 神色间那温许如春风的笑容一点点练去 这时的他才显露出那种深藏余内的冷酷 朋友 再不放手可就会闹出热命 全衣男子眯起眼睛 认真提醒 行啊 林循笑道 命可以先留着 不过他既然着死挑衅我 之前又打伤了我这位前辈 总得付出些代价才对 咔嚓咔嚓 弄插 话音还未落下 心猛浑身的骨头 就被林循一斗手爆发出的力量震的寸寸爆碎 发出密集的骨骼爆碎之音 整个人如面条式的瘫痪 遭受到如此残酷的重创 这轻猛倒是够狠 咬牙不吭一声 只一对凶悍无比的毛子冲血 死死盯着林循 写满恨意 砰 林循则看都不看他一眼 丢垃圾似的 扔在脚下 而后将目光看向悬疑男子 问道 你确定 还要我过你这一关 场中极静 气氛压抑的令人喘不过气 第2545章暴虐 拳衣男子一只脚还牢牢地踏在向小圆身上 只是 那温和的神色已变得凝重起来 尤其被林循目光盯着 那无声的不屑和冷意 让拳衣男子内心的尊严 感受到了最直接的挑衅 旁边手握泛黄如卷 淡雅聪容的长裙女子道 依我看 还是退让一步 习是宁人吧 拳衣男子唇角微微抽搐 苦笑道 大小姐 能否不要在这时后来动摇军心 他以双手揉了揉脸庞 而后长吐一口气 看向林循时 毛子已变得犀利如冷利刀锋 有可怖的杀意如漩涡般涌动在瞳孔中 长裙女子无奈摇头 没有再多说 已看出若不让拳衣男子过了这的坎 心静怕会出问题不可 修道之心 一向很微妙 尤其对一些杀法果断 勇猛精进的修道者而言 看似是一场习是宁人般的退后 可这极可能意味着畏惧 会损伤其打磨无数岁月的一腔锐气 尤其是 在没有真正动手时就退让 在以后修行时 每当想起此事 怕是会耿耿于怀 成为一道心仗 所以 长裙女子没有多劝 随心所欲不于局也好 心肩如铁 锐不可摧也罢 不同人的大道心境 终究是不一样的 这一关 你必须得过 悬衣男子开口 朝林荀露出一个温和如春风的笑容 他整个人的气势都发生变化 窥然如山 锐意如刃 连那如春风般的笑容 也藏不住其一身的锋芒 林荀看在眼底 神色波澜不惊 直指着被悬衣男子踩在脚下的向小元 道 他若出事 我保证 你不会死得很容易 很平淡的一句话 可化众意味 却令悬衣男子不禁失笑 道 放心 我水长静修行至今 从不屑于在战斗时 以其他手段威胁对手 言辞间 是一种对自身道横极致的自负 他脚尖一挑 向小元就被踢飞起来 朝林荀掠去 林荀探守就要将向小元接住 也在此时 水长静身影突兀地消失原地 下一刻就出现林荀身前 掌指捏拳 猛地打出 轰 这一拳 绚烂夺目 夺镜造化 寂静大道之庙 猪般大道奥义熔炼其中 一拳打出 如一方天道压迫而下 林荀神色不动 左手第一时间将向小元揽住 右手虚化如圆 四暴太极 却涌现出会暗无明般的大渊之相 惊天动地的碰撞声 骤然响彻 附近虚空轰隆隆塌陷 大地军裂泥土飞溅 紧跟着附近茫茫山河都猛地轻塌 碎石无数 草木成灰 林荀身影倒退出一步 可不等站稳 选一男子第二拳已杀来 快如惊雷洞九天 澎湃的大道法则犹如瀑布般宣泄于拳境中 引然间似有诸神虚影一起从那拳境内冲出 欲要蔑视 这一拳 盖世无匹 即便是远处的长群女子都不禁暗暗点头 震耳欲聋的碰撞声中 林荀再度被震地退出一步 在第一拳中陷入被动的他 被悬一男子抢占先机 再加上左手还要庇护向小圆 无形中变得被动许多 可即便如此 当林荀挡住这盖世一拳后 还是让悬一男子有些意外 在他的预料中 这一拳之威族哪怕无法杀死林荀 但将其震伤也是不在话下 然而 这种情况并未出现 这让悬一男子欲发意识到林荀的强大 根本没有迟疑 抢占先机的他 毫不犹豫地打出第三拳 第四拳 第五拳 每一拳 皆有撼动天雨 破灭山河之威能 足以令世间那些绝颠八重大帝都绝望 招架不住 而随着悬一男子持续攻伐 每一拳的威能不等被彻底化解 下一拳就再度杀来 就如不断叠加的海浪 一层层堆积 不断推高 威能也不断攀升 在这等迅猛可怖的杀伐下 林荀的身影不断被撼动 不断倒退 那附近天地山河 皆都随之沉沦和暴碎 化作毁势般的可怖景象 无匹的拳进横扫扫散 甚至给人一种天翻地覆的错觉 直至打出第九拳 那不断叠加攀升的威势 已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 令九天皆惊 令万象皆崩 叠浪九重镜 这是悬一男子所掌握的志强之法 之前那每一拳 皆是为这第九拳叙事 累积最后爆发的力量 九重全镜的奥义汇聚 将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恐怖致命打击 拜 也在此时 悬一男子眸子中锋芒一闪 露出一个灿烂耀眼的笑容 轰 堆积到极尽的全境 于此刻骤然爆发 刹那间 就如十万火山一起喷发 释放出的力量 将这片天地都彻底淹没 恐怖的洪流肆虐席卷 所过之处 万物化作灰烬 一切都仿佛都挡不住这一拳的威能 当光雨还在弥漫 动荡还在持续 一道淡然的声音忽然响起 玩够了没有 全衣男子脸上那残弱昭扬的笑容顿时凝固 瞳孔瞪得滚圆 心中不可抑制地狠狠一阵 也该轮我出手了 那淡然的声音再度响起 就见那滚滚滔天的光雨中 一道俊拔的身影凭空走出 衣衫裂裂 毫发无损 浑身缭绕着一轮如若大渊般的光影 犹如万法不清 这 悬一男子内心涌起强烈的经济 这怎可能啊 快退 急远处 响起那长裙女子的声音 可以今晚了一步 就见林寻踏步刚斗 于一瞬来到悬一男子身前 就如一道光 化破万古 闪烁于世间 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挥手打出 轻描淡写的一掌而已 不带一丝烟火气 可悬一男子却如灵大敌 竭尽自身之潜能 与之硬汉 哼 下一刻 他就如皮肤汉术似的 被一掌轮飞 劈头散发 身影亮呛 撞得虚空塌陷爆明 不等站稳 林寻身影早已抵达 探手就攥住其脚踝 如灵起一根木装饰的 狠狠砸在地上 砰 大地都被砸出一个窟窿 轰然军裂 烟尘弥漫中 悬一男子已是鼻青脸肿 唇中咳血 他发出闷横 毛子狠立之色一闪 试图以密法 挣脱林寻的大手 可让他骇然的事 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令他引以为傲的 一身绝颠倒横 在林寻面前 完全就没有对抗之力 下一刻 他又被林寻抡起来 狠狠砸下去 一下子皮开肉绽 骨头都断裂 不知多少根 太凄惨了 远处的长裙女子 都眯了眯眼睛 似有些不忍目睹了 脚惨女人好玩吗 林寻问 眼神幽碎淡漠 说话时 手腕一抖 悬一男子又以头抢臂 脖颈都差点断掉 附近地面都被震得完全塌陷 可想而知那等力道是何等可怕 而悬一男子已是面目全非 浑身残破 鲜血止不住的流 眼前直冒金星 以腹背打蒙掉 奄奄一袭的凄惨模样 吉远处 被林寻打碎一身骨头的青亡 此刻都不经倒稀凉气 那凶悍的眼神中 此刻已抑制不住地涌出金句之色 他可很清楚那悬一男子的强大 可却在林寻手中如若土鸡娃狗般被暴虐 那等场景 看得他浑身直冒鸡皮疙瘩 要不要我将你衣服扒光 倒悬于朝天城前 大使天下 林寻笑着问道 将小元是他朋友 可却在之前 一直被此人践踏于脚下 那等耻辱无比的一幕 也令林寻彻底动了杀机 眼见他抡起悬一男子就要继续砸下去 吉远处 一直沉默立在长群女子身边 略显平庸的男子四终于按捺不住 闪身冲来 悬一男子毕竟是他们这边的人 不能这般被杀死在他们面前 林寻台眼看向这冲来的不一男子 一把甩掉快要一命呜呼的悬一男子 而后猛地深呼吸一口气 踏步前冲 早在抵达场中时 他就察觉到 身份最尊贵的或许是那长群女子 但最危险的 当属那这不一男子无疑 刷 不一男子步伐平静 看似缓慢 实则快到极致 略显平庸的面庞古井不拨 可当其动手时 却如陈吉霞中的神剑出世 无法言喻的恐怖气息 从其身上冲起 撕裂天羽 贯冲十方 就如一尊帝中君王 寻一人间 他只抬起手 五指结印 在虚空暗出 轰 这天地如溢碎流离 轰然炸开 一道青色掌印掠出 晶莹剔透 呈现出大圆满 大智悔般的无懈可及之感 一切的锋芒 一切的道法禁术内 运于这掌印之内 而灵巡 也是将一身之道 横在这一杀极尽释放 打出一道如冤似顶 苍茫混沌般的一拳 两者碰撞 简直就如两尊神之在争锋 这片天地就如纸壶 被释放出的毁灭 洪流彻底摧垮 一切景象都呈现出大崩灭 大混乱的态势 若歌在外界 仅仅此集 怕都能毁掉一方界面 直至烟尘弥散 一道身影驻足虚空 如神山毅力 围然波动 唯有一身衣袍和长发 在风中飘荡 一对眸 在此可不可一致地露出一丝意外 正是那部袍男子 而在吉原楚 同样有一道身影毅力 只是当看到这一道身影也完毫无损时 手握书卷的长裙女子 罕见地露出动容之色 第2546张长裙女子的来历 那俊拔的身影如若折仙 空灵出城 平须而立时 给人一种仿似可以镇压一切的神韵 长裙女子握紧手中泛黄书卷 心谋中泛起私存之色 这也是她自临寻抵达到此时 第一次流露出认真之色 而远楚 星猛彻底呆住 在她眼中 不一男子就如无敌般的一位存在 搁在永恒真界 都是一个地境中的大猛人 强横到不讲理的地步 很多次 星猛都不禁怀疑 对方随手一级 或许都能将自己拍成稀巴烂 可现在 不一男子主动出手的一级 却被挡住了 并且 那林寻毫法无损 这个事实 就如一记沉重无比的打击 令清猛彻底被震住 而死里逃生的悬疑男子 原本被林寻拎着暴虐时 还憋了一腔的不甘和愤怒 可此时 也都瞪大眼睛 是魂落魄 绝颠巴虫 就能撼动我一击 看来传言是真 寂静的氛围中 不一男子盯着林寻开口 这也是她在这一段时间中 第一次开口说话 声音沉宁如铁 在其眸子中 有惊讶 也有一丝被激起般的斗战之意 被你这么一说 我是否还得感到荣幸 林寻挑眉 眼神中也带着一抹凝色 之前那一集 已让她判断出 眼前这模样看起来略显平庸的不一男子 必然是一尊绝颠地祖 而这也是林寻见到的第二个绝颠地祖 另一个则是来自第七天狱的云木者 但严格而言 这是林寻第一次和绝颠地祖对战 那等强横无匹的力量 的确极其变态 无比危险 理智寻常意义上的一道之祖 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在永恒真界 我只听闻 永恒神族中才有如你这般可以逾越祖境天见的角色 可这毕竟是传闻 没有人敢确定是真是假 不一男子道 可你的出现 无疑证明 传闻也绝非是空穴来风 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在我手下坚持一刻钟 我便请求小姐 放你们一条生路 一刻钟 这是来自一尊绝颠地祖的宣战 林寻黑魔为咪 旋即就笑了 只是那笑容毫无情绪波动 道 我只担心 这回是你最后的遗言 不一男子不为所动 道 我从不畏死 他谋子中尽是平静 令风 回来吧 这一战已无必要再继续 即远处 长群女子开口 神色以田径如初 被叫做令风的不一男子略意沉默 便折身返回 如此绝颠地祖 竟是对长群女子言听计从 林寻不经有些意外 此事到此为止 你觉得如何 长群女子一对魔望向林寻 声音婉转清澈 林寻笑起来 道 你们先惹出的事情 你觉得能这般结束 换而言之 这次我林寻若不来 我的朋友和那位长辈 怕是就被你们折磨而死了 若是真拼了一切厮杀 他有把握杀死那名叫令风的不一男子 可也必然会付出严重的代价 这毕竟是一尊绝颠地祖 远不是地祖可比 更何况 似这等人物身上 身上段不可能会没有一些威胁极大的杀手解 但 林寻已懒得考虑这些 他只知道 柳香缺和向小元的遭遇 是因他而起 这个仇 自当由他来报 不知死活 清蒙经不住开口 他简直不敢相信 林寻哪里来的自信 竟敢这般追究 清蒙 你过来 长群女子道 清蒙一争 但还是走了过去 道 小姐 莫非是我又说错话了 长群女子摇头 我叫你一命 是因为你是我选中的人 但你之前的表现 却让我有些失望 清蒙心中一颤 道 小姐 只要给我抓住一线契机 绝对有机会去正道绝颠地阻 咔嚓 话音刚落 他脖颈就被扭断 一下子 清蒙瞳孔瞪的滚圆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在这临死的那一杀 他才看清楚 动手杀死自己的 是不依男子令风 只是 他却根本想不到 为何对方要杀死自己 喷 下一刻 清蒙就化作一片灰烬飘洒 这 重伤垂死的悬疑男子浑身一哆嗦 被这残酷的一幕惊叨 同样感到枉然 以及一种说不出的惊恐 这是为何 他不敢问 唯恐问初识 也会遭难 这样如何 手握书卷的长裙女子 目光看着林寻 清蒙这样一味凶悍无比的 绝颠八重大帝的死 仿似根本无法让他产生 任何一丝情绪波动 目睹这一切 再看着那淡雅如蓝 气度自若的长裙女子 林寻心中都泛起一丝寒意 这女人看起来婉约赎镜 可实则也是一个很辣之极的角色 这种很辣 是一种高高在上 漠视世间生灵的无情 纵然是要眼如绝边八重大帝 在她眼中 也是可以生杀与夺的角色 我倒是好奇 你为何要这么做 林寻道 长裙女子微微笑道 她让我丢脸了 这个理由如何 林寻挑眉 道 那为何不将此人也杀了 她目光看向那悬一男子 后者脸色一下子难看无比 内心气得恨不得将林寻生吞活泼 长裙女子道 她虽败 可以后还有变强的潜能 我可舍不得身边少了这样一位 朋友 权一男子顿时如是重负般 感觉之前就想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 朋友 林寻吃得笑出来 如你这般人 注定不可能有朋友 或许吧 长裙女子回答得很随意 你的实力已经得到我的认可 若你愿意 我可以带你前往第八天域修行 也可以为你提供正道绝颠地祖的资源 林寻一争 反问道 你觉得我会愿意 长裙女子认真看着林寻 道 这世上的事情 可说不准 说句大言不惭的话 但凡我想得到的 从无失手 她继续道 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等着诸神遗迹的事情落幕 若你还没有做出一个决断 那就只能由我来帮你做出决定了 说吧 她转身而去 一手握书卷 一手腹背 一袭长裙飘逸 一态从容 不依男子令风景随其后 全依男子则走在最后边 只是临走时 毛子复杂地贴了林寻一眼 有恨 也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嫉妒 林寻驻族原地 目送他们一行离开 最终还是没有去阻拦 不提那不依男子令风 就是那长裙女子 就给她一种琢磨不透之感 甚至隐隐感受到一种危险的感觉 林寻已很久不曾体会过这种感觉了 心中清楚 这女子身上 极可能有着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力量 第八天玉 看来 她是来自某个不朽巨头势力了 林寻思损实 也转身离开 一片如若清碧玉剑般的巨大胡搏之盼 多谢了 林兄 向小元感激道 她太清楚 这一次若不是林寻相救 她和她久久柳香缺 绝对不可能有活下来的机会 出起来 也是因为我才让你和柳香前辈遭受牵累 林寻轻声一叹 她将身上一些珍贵的疗伤圣药拿出 递给向小元和柳香缺 小友 莫要再说这些话 今日之恩 我柳香缺必不会忘 柳香缺盘膝坐地 正在养伤 林寻摇了摇头 转移话题 道 前辈 你可知道那些人的来历 柳香缺眸子中闪过一抹苦涩和忌惮 道 若再认不出那女子的身份 我可就白活一场了 接下来 她就将那长群女子的来历说出 此女名齐林云 来自第八天狱不朽巨头之一的骑士 并且还是骑士嫡系核心人物 其父更是一位在第八天狱都堪称是通天巨波的存在 拥有难以想象的滔天威士 在第八天狱十大不朽巨头中 骑士也是能够列入前三的庞然大物 自古就有传闻 骑士的祖先 乃是从第九天狱永恒神族走出的一位神子 而作为骑士组长之女 其林云的身份可想而知何等特殊和非凡了 了解了这些 林寻才终于明白 为何柳香缺遭受到如此大辱 却只有一腔的苦涩和忌惮了 哪怕她是第七天狱柳香氏的老人 可面对第八天狱一方不朽巨头掌权者的女儿 也注定只能忍气吞声 无法进行报复 否则 怕是会牵累到整个柳香氏 对此 林寻虽不认可 但也理解 毕竟 如柳香缺这等老人 做任何事情 必然要考虑宗族的安危 至于那不依男子领风 则是从第五天狱一个不朽地族走出的传奇人物 在很久以前 此人还不曾决颠成祖时 就展露出震朔一御的耀眼光芒 被骑士一位大人物一眼看重 带进了第八天狱骑士中修行 如今 这令风可以算作是骑士的一位供奉 跟随在其凌云身边笑命 看似是属下 可在其他人眼中 能够在骑士中修行 令风俨然就是于月龙门 走上了人生巅峰 甚至原本位于第五天狱 势力只能算寻常的不朽地族令氏 都因为令风一人 在这些年里势力不断扩张 正所谓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第2547章有见决先 至于清蒙和玄一男子水长镜 则是被其凌云选中的俊杰 按照柳香区的说法 清蒙和水长镜 皆来自永恒真界 尤其是水长镜 还是来自第六天狱的一位盖世人物 两者皆在朝天城历练数十年 皆在玄榜上流明 极受瞩目 被许多第七天狱的大势力相中 可两者皆拒绝了 直至在这诸神遗迹第一关手类中 当两者陆续获胜而出后 才被麒麟云招揽到身边 对于能够进入第八天狱修行 两者自然乐意之极 对待其林云时 也极其尊敬 了解了这些 林寻这才明悟过来 归根究底 清蒙和水长镜 无非就是那其林云看重的人才罢了 林寻还有一事不解 道 就凭那清蒙的能耐 怎可能将前辈打成这样 将小元在一旁说道 清蒙可没有这般能耐 是那令风仙出手 将我舅舅集成重伤 才给了那清蒙可乘之机 书起清蒙 向小元梅雨兼犯起一抹恨意 这一场祸患 完全就是此人引起 是他识破我和舅舅身份 说只要将我们情下 就能逼迫林兄现身 到那时 就可以看一看 林兄究竟是否如传闻中那般强大 这话一出 引起了那其林云的兴趣 以至于 话没说完 可意思已表露无疑 这清蒙或许是罪魁祸首 但这其林云也脱不开干系 不管如何 总归还是因我而起 林寻黑魔冷冽的可怕 林兄 你可千万别去和和那女人争斗 那等角色 尽量还是不要招惹 将小元连忙道 不错 其实高居第八天狱 威势之胜 却足以覆盖到永恒真界许多天狱 小有眼下孤身一人行走 实在犯不着去和对方撕破脸 柳香缺也进行劝阻 林寻点了点头 笑道 两位先放心养伤 我自有份寸 只是心中如何想的 像小元和柳香缺就猜不到了 接下来的时间中 两者开始尽心疗伤 而林寻则在这片湖泊附近 闲散堕不起来 这已经是大寿的第三天 在过数个时辰 这一关就将落幕 林寻根本不用猜就知道 越是这等时候 发生在这太虚仙境中的杀戮 和战斗就越疯狂 但这些 都已影响不倒林寻 并且 他也不打算再进行狩猎 到了如今 仅仅是那幸福上累计的战机 就已达到43个 放眼整个太虚仙境 怕都没有几个人可以媲美 唯一遗憾的 或许就是没能趁此机会 将故事 云氏这两大势力的强者铲除掉 时间流逝 其间 有不少杀红眼的修道者掠过此地 看到正在打坐养伤的柳香缺和像小元时 原本气势汹汹 以为抓住猎物 可当看到那在湖边散布的郡拔身影时 顿时头皮发麻 掉头就走 根本就不敢耽搁半点功夫 直至确定那一道郡拔身影没有追上来时 皆不经又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感 眼下的太虚仙境 谁能不知道林寻那血腥而又彪悍的战机 不夸张地说 在那些修道者眼中 俨然视林寻为头号危险分子 只要不蠢 没一个愿意正面去跟林寻硬刚 这就是杀出来的威势 直至一抹夜色涌现在太虚仙境的天穷之上 分布在不同区域中的强者 皆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这意味着 三天时间已过 第二关大寿结束 终于结束了 林寻目光看向向小元和柳相缺 到两位 第三关问鼎之战以来 林某先走一步 话音刚落 一道星灰般的银色鲜光 从天穷垂落而下 将林寻整个人裹挟 消失原地 柳相缺和向小元的身影 也是在这一瞬 被两道银色鲜光沐浴 消失不见 依旧是那一座倒台之上 林寻的身影凭空浮现 刺眼茫茫 弥漫着白色的鲜雾 只是这里早已没有了化作一幅卷轴铺盏而开的起源道点 翁在其身上记载着累累战机的幸福掠出 在虚空中翁鸣震战 似乎是在感应和召唤神吗 林寻秉席凝神 静心等待 和第一关手类一样 在第二关大寿结束后 取得战机越高者将获得越丰厚的奖励 刷 没多久 那白茫茫的雾碍中 冲出一道耀眼无皮的紫色鲜光 在虚空中低溜溜一转 就化作一口剔透晶莹的紫色仙剑 此剑不过巴掌大小 二指宽 锋刃如金石般璀璨剔透 剑身上转刻两个充斥莫大威严的鲜纹 绝仙 可仔细看 此剑竟被一层层神秘的仙道静止封印 以至于焕发出的气息 充满了晦涩之感 林寻心中一阵 抬手虚照 顿时间 这柄名为绝仙的紫色仙剑 就落入林寻手中 一股佩然无匹的冰冷沙翼 随之在林寻掌心蔓延 刺骨般凌厉 令林寻肌体也猛地一将 运转修为 才将这一股沙翼抵消化解 他黑幕明亮 意识到 这次的奖励极不简单 屈之 此剑还是被封印的状态下 所亦散出的沙鸡就这般可步 可想而知 当将其封印揭开 其真正的威能是何等可步 然而 就当林寻玉将封印破解时 却吃惊发现 那衣重重的仙道静止中 竟蕴含着丝丝屡屡的秩序气息 显得神秘可不知及 以他如今的力量 都根本无法参悟出其中奥秘 更别说破除了 即便如此 还是令林寻心中惊叹不已 此剑需要以充盈秩序气息的 静置力量封印 焉可能是一般宝贝可比 绝仙 绝仙 此等宝贝 出现在这中央仙庭中 怕是仙道中屈指可数的一件仙兵了 林寻都不禁怀疑 这从上个纪元言存下来的绝仙剑 会否是一件不朽道兵 其他人呢 又得到了怎样的奖励 会否也获得到如这般神异的宝物 林寻若有所思 事实上 林寻并不清楚 他所取得的战机 远比第二名要高出一截 是大寿之战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故而 才得到了这一柄被封印起来的绝仙剑 这也是中央仙庭内所葬的一件至宝 各在上各纪元的仙道世界 足以令任何修仙者疯狂争夺 思存半想 林寻本打算将此剑收起 却竟意外发现 此剑竟产生莫大的排斥之力 无法被无冤剑顶所容 而这一幕 无疑欲发衬托的此剑不简单了 想了想 林寻张口一吞 此剑就化作一道紫光 涌入其体内本命地界 翁 随着被本命地界中的大道力量包裹住 绝仙剑飞洒出一片瑰丽的紫色光雨 犹如一缕缕锋利无匹的剑芒似的 显得神意无比 而林寻也是敏锐注意到 此剑之上的仙道静止封印 隐隐有被炼化的迹象 只是无比细微 几乎不可察觉到 这让他精神一阵 意识到只要将此剑酝氧其中 随着自己道横不断提升 便能够将此剑上的封印力量一层层打开 有意思 林寻唇边泛起一丝笑意 刷 下一刻 脚下的倒台一阵 林寻整个人就消失不见 再上各纪元 天选之战的第三关 明幻问鼎 这也是最后一关 只要能从问鼎中走出 就能入主中央仙庭 得到其中至高密藏传承 白光一闪 林寻已出现在一座半山腰的崖坪上 崖坪极广 足能容纳上万人 仙云鸟鸟 神兮流转 崖坪上方的山巅 则屹立着一座宏大维俄的仙宫 犹如传说中的天庭之地 被无尽道光沐浴 远远一望 给人的感觉就仿佛 那是诸神七居之地 是天地咒须的中央之地 代表着至高和无上 中央仙庭 林寻一眼就看出 这就是那在上各纪元代表着 仙道至高唯一之地的中央仙庭 是仙界四千九百周易 万万修仙者心中的主宰之地 夺原点 小心 林狠人来了 附近响起一阵思雨声 林寻目光一扫 早有许多修道者的身影驻足在这崖坪之上 有顾半庄 云洛宏等两大不朽地族的人 也有其他一些熟悉的面孔 甚至 林寻还看到了一席长裙 手握书卷的麒麟云 布衣打扮的令峰 以及悬衣男子水长镜 而随着他出现在这崖坪上 也是引起一阵躁动 许多修道者皆下意识地避开 拉远了和林寻之间的距离 众人的神色间 有忌惮 有凝重 俨然是林寻如洪水猛兽一般 很快 林寻也看到了像小元和柳相缺 他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就收回目光 和在第一关手类中的处境类似 在这崖坪之上 所有人的修为都被天地间的规则力量压制 无法擅自妄动 出乎林寻意料的是 最终能够进入这问鼎一关的强者 才仅仅三百余人 要知道 在第一关时 足有近三万修道者参与 而在第二关中 也有接近三千人之多 而最终杀入这第三关的 却仅仅指这些 可想而知 在那大寿中 足有两千多位强横人物丧命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陨落其中的 可都是曾在手类中 获得九连胜的递径存在 其中修为最弱的都在绝颠七重 可如今 却全都埋骨在了那太虚仙境中 想一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第2548章你只是一个赌注罢了 三百余人 能够从太虚仙境中活下来 且不管取得的战机多少 就已不是寻常人可以办到 事实上 林寻已注意到 在场之人 除了像故事 云是这样的大势力 是靠阵容强大进入这问鼎一关之外 其他人中 不乏历经层层筛选 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狠角色 像仓扶生 副刀人赫然都在其中 而像其林云 令峰这样的角色 无疑更危险 最令林寻意外的是 在场之中 还不缺其林云令峰这样的角色 你就是林寻 一名身披火侠羽衣的少年 蹲坐在地上 嘴里叼着一根青壁叶子 忽然笑眯眯开口 林寻目光看去 有事 羽衣少年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道 认识一下 我叫钟离霄 有机会的话 我想跟你切磋切磋 当然 并无恶意 纯粹的论道 若你答应 无论输赢 我接了一当你的领路人 带你前往第八天狱 钟离霄 哪怕不知道此人 可只听这个姓氏 也是令不少人心中狠狠一阵 因为这是属于第八天狱 不朽巨头之一的姓氏 有机会再说吧 林寻随口敷衍道 羽衣少年钟离霄笑了笑 也不再多言 闭上眼睛假媚 悠哉悠哉 可却有人扶掌笑起来 有意思 你钟离霄也有被拒绝的时候 这可少见得很 初画之人高冠博代 背负剑侠 大秀翩翩 天纵神武 眸子开合间 有一对银色意字元 耗在瞳孔闪烁 风锐折人 人群又是一阵躁动 火侠语衣少年钟离霄 必然是来自第八天狱 那一方不朽巨头无疑 可现在 却有人敢这般调侃 其身份焉可能简单了 很快 此人身份就被揭开 名幻木翼 来自第八天狱不朽巨头 势力目视 你少见的东西还多着呢 大惊小怪 钟离霄撇嘴 一脸的不屑 木翼眸子中涌动着人的神盲 道不如 你我找个机会切磋一番 钟离霄道 行啊 只要你敢拿飞鸿之刺当赌注 我就陪你玩一玩 飞鸿之刺 木是异族的一剑至强盗兵 号称飞鸿之下 不朽勇绝 在第八天狱极其有名 这一下 谁都看出钟离霄和木翼之间不对付了 若真这样 这样的切磋 我也掺何一角 墨地 一个虚法潦草 冷漠如剑 浑身弥漫着灰暗光影的男子开口 他人站在那 就如一尊暗夜中的剑神 哪怕修为被压制 也令人心忌憚寒 钟离霄和木翼皆冷笑起来 不说话了 可隐隐地能够看出 他们对这虚法潦草男子 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忌惮 这一幕 看得在场众人面面相许 借无人敢多言 唯恐被卷入到这属于第八天狱不朽巨头强者之间的争锋中 事实上 在所有人眼中 无论是钟离霄木翼 还是虚法潦草男子 皆是不能得罪的存在 哪怕如故事 云是这等第七天狱的顶尖势力 面对这等贵胄人物时 也低了一头 行了 在这等地方 哪可能真能动得了手 莫要再让在场的同道看笑话了 否则 别人还都以为我们第八天狱的人一个个都是大言不惭之辈 远处的麒麟云声音婉转 淡雅如蓝 而他的眸子也是看向那虚法潦草的男子 笑道 赤破君 你若想灿荷 不如我们就赌一赌 谁能登上这天选之路 并抵达那中央仙庭 如何 赤破君 听到这样一个独特的姓氏 众人死忠于意识到那潦草男子的身份 脸色都不惊变了 第八天狱 由十大不朽巨头势力掌控 每一个皆拥有滔天威势 足以振折永恒真界众生 而在其中 齐家和吃家的势力 皆可稳稳基身前四支列 但究竟谁排在第三 谁排在第四 却一直争论不断 简而言之 在第八天狱 有人视齐家为第三巨头 但也有人视吃家为第三巨头 这个争论从很久以前就存在 到如今也没有分出个明确答案 了解了这些内幕 众人也明白过来 若说中离氏和牧氏不对付 那么齐家和吃家 也是明争暗斗般的竞争对手 赌什么 赤破君毫不犹豫到 眼神冷利 一袭长裙 手握书卷的齐凌云唯唯一笑 目光看向了一直置身事外的凌寻 道 我若赢了 就烦恼你出面 劝一劝这位凌寻道友 让他乖乖地对我俯首称臣 众人都不经错愕 神色异样 似都没想到 齐凌云竟会拿降服凌寻来对赌 凌寻黑眸深处了芒一闪 没有多说什么 心中已产生一抹燕增和杀鸡 将这看似淡雅赎净 与世无争 实则心狠无情的女人判了死刑 俯首称臣 他日有机会 倒要看看谁给谁俯首称臣 赤破君看了一眼凌寻 虽有些不解 但还是不假思索道 若你输了呢 那我就将手中的一块不朽金金赠你 如何 齐凌云道 顿时间 不少地组人物呼吸都心中已颤 不朽金金 那可是传闻中属于不朽层次的瑰宝 拇指大小一块 都能让不朽人物强迫脑袋杀红眼 赤破君挑眉 道可 喂 你们这是人为 最终能够进入那中央先庭的唯一一个天选之人 会从你们二人中诞生 钟离萧开口 一脸不爽 你也可以来赌 齐凌云笑容温婉 我的要求和刚才一样 你输了 就帮我劝一劝那位凌寻道友 若赢了 我就赠你一块不朽金金 直至此刻 众人若还不清楚 齐凌云此举是针对凌寻 那可就真白活这么多年了 一时间 他们看向凌寻的目光都带上怜悯 这在太须先进大杀四方的凌狠人 怎会就得罪了第八天狱的贵胄人物 可以 钟离萧没有在意凌寻的感受 事实上 无论是他 还是那吃破君 在做出这个对赌决定时 皆没有在意这些 来自第八天狱的他们 自幼生长的环境 以及修行至今的所见所闻 让得他们面对第八天狱之下的任何人时 皆有着一种俯瞰的姿态 这并非娇横 而是骨子里烙印的秉性 在他们眼中 不属于第八天狱之人 和他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他们也不必假惺惺惺地去掩饰 谦虚和低调 那也得看对谁 说句诸心的话 哪怕凌寻之前战机在耀眼 在逆天河不凡 可在他们眼中 无非是一个能让他们感兴趣的角色 是一个可以招揽到身边效命的人 就如其凌云身边的领风 一尊绝颠帝祖 何等耀眼和强大 可如今 也仅仅只是骑士中的一个供奉 如今也只是追随在其凌云身边的一名护道者 诚然 在永恒真界 令风已是一尊了不得的存在 可在第八天狱那时大不朽巨头眼中 也仅仅只是一个可以重点栽培的供奉罢了 对比此时 凌寻如今在这些第八天狱贵咒人物心中的分量 也大抵如此 这当然很让人不舒服 可在场众人 尤其是来自故事 云士这等大势力的修道者眼中 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个理所当然 就到近十大巨头的威势 在永恒真界是何等滔天 无数岁月以来 这种影响 早已深入人心 既如此 我也乐意灿河一把 木翼也开口 被其凌云所许诺的不朽惊惊吸引 其凌云淡然自若地笑了笑 点头道 好 而后他看向灵巡 道 灵巡 你现在可明白我对你是何其看重了 我的条件没有变 诸神遗迹的事情落幕之前 只要你点头 答应效命于我 我不介意为你谋取任何你想要的修行资源 场中哗然 在许多人眼中 这绝对是一件令人艳羡嫉妒的大好事情 只要答应 从此便可进入第八天狱修行 命运都会随之发生改变 可灵巡心中却愈发不爽了 他瞥了一眼其灵云 道不如我也赌一把 若我输了 命都可以给你 若你输了 我也不要你的命 只要你自己抽自己一巴掌 骂自己一声想得美如何 场中猛的一击 众人都不惊到稀凉气 这灵巡 难道是疯了 就是钟离箫 木逸吃破君等人 都争了一下 似很意外灵巡从哪里来的勇气 竟敢当面挑衅和羞辱其灵云 这不是找死妈 顾半庄和云洛宏等人都不惊神色怪异 这家伙看来不只是无惧他们这些人 连第八天狱的骑士 都不被他放在眼中 场中寂静 所有的目光都是齐刷刷地看向了齐凌云 却见这位手握书卷 一袭长裙的淡雅女子 此刻并未露出什么情绪 依旧如之前般淡然 可当他目光看向凌巡时 凌巡却敏锐注意到 此女内心已动了一抹刷鸡 不过 凌巡已不在意这些 自顾自道 怎么 不敢赌了 郑英透着毫不掩饰的讽刺 齐凌云忽然笑起来 凝视着凌巡 轻声道 凌巡 你觉得 你有资格参与到这一场对赌吗 好好清醒一下 你啊 只是一个赌注罢了 第2549章天选之路 郑英很平静 如陈述一个事实 可其中的不屑 已表露无疑 无非是说 你凌巡算什么东西 也配参与这一场对赌 钟离销 木逸 吃破军孝起来 其凌云所展露出的态度 下是他们最熟悉和了解的 因为如他们这般人 的确不屑于和不够资格的人对赌 凌巡没有动物 只是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 因为说什么 都会被对方视作不够资格 而言辞的力量 往往在这时候也最苍白无力 既然多说无异 就无须再废话 什么第八天遇不朽巨头 当有朝一日凌驾齐上时 再问一问他们 什么叫资格 相信就会有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答案 一阵缥缈若天类般的仙音 在这时忽然响起 紧跟着一条金灿灿的大道 从那山巅中央仙庭所在地方扑展而下 垂落在这半山腰的崖平之上 星光阴晕 金灰征腾 这一条大道 直通山巅中央仙庭 这就是问鼎之路 也叫天选之路 唯有至强者 才有能耐踏足其上 从而入驻中央仙庭 崖平上三百余修道者皆躁动起来 眼神发亮 蠢蠢欲动 再上各纪元 第三关问鼎之战 就是去闯着一条天选之路 无论是谁 皆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无法通过此路 抵达那最高处的中央仙庭 就将被淘汰出局 传闻中 这天选之路上 留下了每一届天选之战中 最强者的斗战烙印 踏足其上 所面临的 就是那一个个属于仙道制强者 所留的战斗力量 而要知道 上个纪元的天选之战 每个十万年进行一次 每一次进行 最终只有一位 至强者能够脱颖而出 成为天选之子 这等至强人物所留的 斗战烙印 可想而知何等恐怖 我先来 墨地 一位绝世人物冲出 当踏上那天选之路的一瞬 那被压制的修为 顿时恢复过来 显现出属于 绝颠八重大帝的 可不威能 可他紧紧走出数百丈距离 躯体就如遭山洪冲击 砰的一声道飞下来 跌落在崖平之上 其神色间 带着浓浓的不甘和惊骇 仿似刚才那数百丈的距离 让他历经了什么可怖的事情 那天选之路上 充盈着神妙的时空气息 行走其上 如至身上个纪元的岁月长河之中 将会遇到一个又一个 至强者所化的对手 有人低声道 看似刚才那人才走出数百丈距离 可对他而言 怕是历经了一场岁月轮回 一瞬千秋也不过如此 场中许多人的神色皆变得凝重起来 一位从首类 大寿两大关的层层筛选中杀出来的 绝颠八重大帝 战力何等强大 可现在 才仅仅走出数百丈距离就被淘汰了 而要到达那山巅中央先庭前 可足有三千丈 天选之人只有一个 诸位可不要太高估自己了 钟离肖倾笑起来 让我试试 一名帝族走出 在踏上那天选之路时 爆发出令全场侧目的恐怖威能 强横无匹 可最终 他仅仅走到千丈之地 就亮枪倒飞出来 别落在崖平之上 唇中更是咳血不已 眼神安然 竟是负伤了 这一幕 令场中一些修道者都不禁紧张起来 哪怕在自负之辈 都不免心生压力 地组都只能前行千丈 这属于上个纪元的天选之路 无疑太变态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一个又一个修道者前往 可几乎无一例外 皆在那天选之路千丈之内的地方止步 被淘汰出局 仿佛 那千丈之地就是一道坎 极难逾越 场中的气氛 也都随之变得愈发压抑 一些修道者的心境都不免有些动摇了 诚然 这问鼎一观 不存在什么凶险 也不予担心陨落的事情发生 可这等残酷无比的淘汰率 还是太可怖了 让这些个历经一众众杀戮 好不容易抵达的强横人物心中 结盟上一层阴影 屈之 如他们这般角色 都几乎已代表着地境中一流巅峰般的水准了 可却竟无法攻克那天选之路上 所留的一个个斗战烙印 林寻一直在旁观 神色平静 只是心中 也不免吃惊 这天选之路的选拔之残酷 也出乎了他的意料 随着时间推移 终于 有人闯过了那千丈之地 是来自云氏一族的云洛宏 一位强大之极的地祖 这让不少人振奋 终于看到了一些希望 可很快 云洛宏也落败了 在一千六百丈之地时 被一片金光冲刷 狠狠跌落 脸色都煞白难看 毛子中尽是惊疑 没有人知道 他这等地阻力经了怎样的战斗 可看到如他这般存在 也都败在半路上 也都不经心有其其然 观察良久 林寻决定不再等下去 成败与否 终归要试一试 和他抱有相似想法的 并不在少数 起码直至现在 也没有人选择放弃不前 然而 就在林寻冈外部 就见一道身影 已抢先前往 高冠古福 大秀翩翩 一对目涌现 一字元昊 射魂夺破 正式目逸 既无资格对赌 何须这般着急 去证明自己的不堪 他笑着瞥了林寻一眼 便静止踏上那天选之路 林寻挑眉 驻足原地 他倒要看看 这木翼能走到哪里 这时候 所有的目光 也都是齐刷刷落在木翼身上 皆想看一看 这位来自第八天狱的贵胄人物 究竟能否一举登顶 木翼的表现 的确和之前其他人不一样 极其超凡 几个眨眼时间 就抵达那千丈之地 引来场中不少惊呼声 可也是抵达这里后 他前行的速度变慢 但依旧显得很从容 几乎是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之下 一步步抵达两千丈之地 并朝最后一千丈距离外境 这让许多修道者震撼 眼神复杂 不得不承认 来自第八天狱的木翼 的确强大的让人不得不服 而此时 钟离肖不禁问道 齐林云 若我和木翼 吃破军阶登顶 你手中的不朽晶晶 怕是不够分吧 齐林云淡然道 放心 哪怕你们一个个都登顶 最终也只有一个人 能成为天选之子 到那时 就看谁登顶时 耗费的时间更短了 钟离肖一想 笑道 看来 想要赢了你 只能成为这唯一 一个天选之子了 齐林云道 你以为不朽晶晶 是那般好拿的 然而 预料到登顶的情况 并没有发生 在木翼抵达第2900仗时 早已显得步履艰难的 身影猛的一阵抖动 而后直接被震飞出来 化作一道抛弧线 坠落崖平之上 砰 他身影亮相 好不容易站稳 可以精视劈头散发 脸色铁青 一对目血满愤怒和不甘 显得很失态 这一幕 令全场死急 强大如木翼这样的绝颠地祖 竟也都被淘汰了 原本还愁愁满志的钟离霄 神色也不经变得凝重起来 木翼的强大 他可是心知肚明 可却在最后的一百丈之地 被无情击退 这让他也感受到扑面而至的压力 齐林云 吃破军等人也都如此 木翼的落败 令原本拥有绝对自信的他们 感受到了这问鼎一关的可不 都参与对赌了 可须这般着急去证明自己的不堪 就在这一片寂静中 林云忽然笑出声 将刚才木翼所说的话还回去 那种讥讽根本就是毫不掩饰 木翼那俊朗的脸颊一下子阴沉下来 毛子充满愤怒的杀鸡 道有种你再说一次 众人心颤 感到难以理解 木翼落败 本就雷霆震怒 林云偏偏这时候去讽刺和挖苦 这简直就是在伤口上撒盐 趁机补刀啊 而此时 面对愤怒无比的木翼 林云显得很听话 任认真真一字一顿道 都参与对赌了 何须这般着急去证明自己的不堪 你 木翼气的嘴皮子都哆嗦 可他修为被重新压制 根本无法动手 否则 恐怕会第一时间就出手了 林云笑盈盈道 不必多言 你已经在你们所谓的对赌中失败了 而我林云 也不需要你这种失败者劝说 因为你 不够资格 场中鸦雀无声 众人瞠目结舌 完全被林云这一番话惊到 这家伙 胆子竟达到了这等地步 是真不怕死 还是彻底豁出去了 木翼差点气得咳血 哆嗦着手指着林云 道 林云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林云笑起来 都懒得理会对方 而当他打算行动时 却发现钟离肖竟也开始行动了 怎么 你也想重蹈他的覆辙 着急抢先一步去证明自己的不堪 林云挑眉道 钟离肖身影一致 扭头瞪着林云 林云 我对你可是很有好感的 别让我对你心生厌憎 林云落了一声道 拿我当赌注也叫很有好感 抱歉 我可承受不起这种好感 还请你高抬贵手 收回你这所谓的好感吧 你 钟离肖气恼 毛子中锋芒涌动 杀鸡涌动 你若真想死 等离开诸神遗迹时 我成全你 第2550张大秀 声风潇洒而行 说吧 钟离肖转身冲上那金灿灿的天选之路 林云笑了笑 魂不在意周围投射而来的异扬目光 东皇四族也得罪了 还差在得罪几个 我确定你是个不怕死的人 但你觉得若因为今日之事 而为自己招惹来杀身之祸 值得 不远处 齐灵云问 那就看看谁能活到最后 林寻随口道 仿似根本不在意这些 这让不少人都暗自钦佩起来 在这世上 纵然强大如地主 恐怖如不朽人物 哪个面对第八天玉不朽巨头的族人时 敢如林寻这般无惧 齐灵云轻声开口 那我也不妨直言 若无法将你这种人降服 我宁可将你毁了 云淡风轻 可那等威胁 足以令任何人心寒 对此 林寻只饿了一生 自始至终 都没有再看齐灵云一眼 浩墙 有人吃惊出声 众人顺着目光看去 就见那天选之路上 钟离笑的身影早已闯过两千丈之地 并向山巅的方向推进 已知刚才的墓翼 不逞多让 直至看到他的身影一步步接近两千九百丈之地 场中所有人都不禁屏袭凝神 紧张关注 而当看到钟离笑的身影 迈进两千九百丈之上 物资还有前进之力时 场中已是一片躁动 这已超过了刚才沐翼的表现 多年不见 这家伙竟有如此长进 看来之前明显是隐藏了不少实力 吃破均惊讶到 他已看出 钟离笑此刻的表现 明显要比他们所认知中的更强 他一片惊诧的氛围中 唯有沐翼脸色阴沉之极 被钟离笑以这种方式超越 令他心中极不适滋味 又一个绝颠地祖 临寻眸光为咪 哪怕他再不愿 也不得不承认 来自第八天狱的这些角色 无不失地路之上的霸主 强横到一种足以压概绝大多数同镜的地步 事实上 能够绝颠成祖的 的确都堪称是正古朔金的妖孽 万中无一 变态之极 哪怕旧是沐翼 也都足以令那些老辈祖敬人物自残行贿 不得不低头 这就是绝颠地祖的威势 成功了 当看到钟离笑的身影 出现在那山巅之上 场中彻底沸腾 一种修道者心绪激动 神色各异 和钟离笑相比 他们多少都不免有沮丧和挫败之感 这等逆天人物 的确是太强了 连林寻都不经意外 这钟离笑看似疏狂不羁 屌儿郎当的一个人 可明显这是表象 真正的他拥有着远超群伦的恐怖实力 而此时 他也是注意到 沐翼的双手情不自禁钻紧起来 神色都隐隐显得有些猙獰 显然 钟离笑的登顶 对他打击不小 其凌云开口 语气波澜不惊 看来 钟离笑倒是成了对赌中的一个有力对手 对他而言 钟离笑登顶 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唯一的天选之子 唯有等着一场问鼎之战落幕 看一看究竟有几人登顶 才能凭借各自登顶途中所耗费的时间长短 分出一个高低 此山之巅 抚养天下 无愧是中央先庭 诸位 我很期待 有谁能与我比肩站立于此 哈哈哈哈 山巅 一袭火侠羽翼 宛如少年般的钟离笑发出狼笑 响彻云巅 众人都不免露出复杂之色 哼 得意什么 赤破君说着 就迈步走向那天选之路 场中起码还有一半修道者不曾进行问鼎试炼 见此 也只能退让和等待 半刻钟后 赤破君也强势登顶 引起场中惊呼 钟离笑神色间的笑意顿时消失 而驻足在崖坪上目睹这一切的木翼脸色则欲发难看了 此二人登顶时间相差无几 你可有信心超越 齐凌云目光看向身侧的令峰 令峰略显平庸的面庞上毫无情绪波动 道 我会全力以赴 齐凌云点头 不要勉强 无非就是输掉一块不朽晶晶而已 我还输得起 令峰呃了一声 静止展开行动 很快 场中众人皆被惊到 令峰的速度弹不上太快 可给人的感觉无比稳 层层而上 势不可挡 此人倒是真不简单 林峰将这一切看在眼底 也不经意外 令峰这从第五天域走出的绝颠地祖 在天选之路上的表现要比钟离笑吃破军更强盛一些 不出意外 令峰应当不会被淘汰 果然 在一众目光注视之下 令峰的身影一步步出现在了那山颠位置之上 好 齐凌云谋则泛起笑意 神采飞扬 他掐指算过 令峰登顶的速度 要比钟离笑吃破军更快 耗费的时间自然更短 至此 这一场对赌 他齐凌云已赢定了 山颠 钟离笑吃破军的眉宇间接泛起一抹阴霾 之前登顶时的喜悦和兴奋也是不翼而非 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是 令峰仅仅只是齐凌云身边的一个供奉角色而已 可却在现在 压了他们一筹 哪怕差距极其细微 可毕竟是差距 至于沐翼 此刻那英俊的面庞都憋得铁青 一副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的模样 被钟离笑吃破军超越岛也罢了 眼下还被齐凌云身边的护道者超越 这就像一寂寂无形的耳光 抽在他脸上 眼下 场中已有三位强者登顶 这仿似给予了许多人信心和希望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不断有人前往试炼 可结果终究是残酷冰冷的 几乎无一例外 皆被淘汰 其中 见到沐浮生也止步在2600多丈距离时 凌循那股景波波的心中 才微微一叹 沐浮生终究才只是绝颠八重地境修为 无法和绝颠地祖相比 而出乎凌寻意料的是 那头戴斗笠 背负战刀的副刀仁 竟是一举登顶 虽然速度远不如钟离销 尸破军 令峰 可这等表现 还是引发了全场轰动 人们也是这时候才认出 副刀仁竟早已不是通系榜上纳的绝颠八重大帝 而是一尊绝颠成祖的存在 许多不朽地族的老辈人物 都已动了心思 决定等诸神一击落幕时 就急尽一切手段去拉拢那副刀仁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越来越多的修道者上前 但却在没有登顶的事情发生 有人哀叹 有人不甘 也有人失魂落魄 被淘汰于此 这等打击中就太大了 林巡注意到 柳香缺 向小元也陆续被淘汰了 但两者倒是颇为冷静 并无什么失控的情绪 显然他们早已预料到凭借自身实力 想要登顶的希望很渺茫 反倒没有多大的不甘 麒麟云目光看向林巡 眼下就剩下你一人没有试炼了 莫非是打算放弃 在场其他人目光也看了过去 之前 谁都注意到 林巡早有打算前往试炼 可却被钟离霄吃破君抢先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林巡却一直不曾行动 这让人也不免奇怪 难道他是自知力有不代 决定放弃 却见林巡笑起来 贴了麒麟云一眼 你难道不是人 众人先是一争 玄机才品味出画中含义 神色怪异 其林云的确也没进行试炼 可谁不知道 令峰登顶 就意味着他根本就已不必进行试炼了 其林云神色明显一致 也意识到画中语病 不禁冷声道 我倒要看看 你会在何地被淘汰 林巡没有理会 静止迈步 事实上 这时候在场所有人也都不禁产生浓浓的好奇 林狠人虽说是绝颠八重大帝 可却能在正面硬汉中极沙地祖境存在 完全不是同镜之人可比 他 又能否登顶 希望也有 但很渺茫 这是所有人的认知 毕竟 此刻驻足在那山边的四人 皆是清一色的绝颠地祖 那可是比一道之祖更可怕的存在 各在永恒真界 都是凤毛麟角般的传奇人物 起码在前六大天狱 几乎见不到绝颠地祖 即便是在第七天狱 也是屈指可竖 掰手指都能竖过来 罕见之极 若不是这诸神遗迹的造化太惊人 怕是根本就见不到如此多绝颠地祖汇聚在一起的场景 在一众目光注视下 林巡迈上了天选之路 而后 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演了 就见林巡的身影 简直如一道耀眼的光 以一种飞驰般的速度出现在了千丈之地 前后 不过眨眼而已 众人皆露出活见鬼般的表情 什么情况 其林云都呆住 握住书卷的御手情不自禁钻井 这种反常的一幕 令他也猝不及防 遭受到冲击 而不等众人回过神 就见林巡的身影继续飞驰前进 如若哲先在山路上凌空飞渡 因为飘逸 大秀生风 潇洒飘逸 如此对比 之前抵达千丈之地时的钟离肖等人 简直显得笨拙如蝸牛似的 山边上 钟离肖他们也不禁目瞪口呆 差点怀疑自己眼花了 这也太猛了吧 直至后来 人们彻底蒙掉 被震撼在那 因为直至第两千丈时 林巡的速度近一点没有出现缓慢的迹象 依旧那般飞驰而行 潇洒得不得了 第2551张 当你作弊 此时 所有人都有一种错觉 仿佛林巡此刻所走之路 和他们之前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否则 他林巡烟可能走得那般轻松 那般惬意 那般潇洒自如 屈之 这天选之路上 遗留着属于上个纪元众多制强者的斗战烙印 每一个制强者 皆是在十万年一次的天选之战中历经沙伐 最终脱颖而出的那唯一的一位天选之子 这也就意味着 想要抵达山巅 就宛如回到上个纪元 在岁月长河之上将那一个各制强者击败 这绝对称得上是困难重重 否则 不可能只有钟离萧等四位决颠地组成功抵达山巅 像沐亦这等决颠地组都功亏一亏 如此对比 此时林巡在天选之路上的表现 绝对可以用金氏骇俗 甚至是反常来形容 太快了 也太飘逸和轻松 犹如咸亭信步 乘风扶摇 这让谁能接受得了 这不可能 他一个绝颠八重大帝 难道还能比绝颠地组更强 沐亦是第一个受不了的 他已遭受到不止一次的打击 从钟离萧开始到现在 每一次皆给予他尊严以重极 但好歹钟离萧他们都是绝颠地组 勉强还能说得过去 可现在 林巡一个绝颠八重大帝都有登顶之事 这让沐亦简直是极怒攻心 感到极大的落差和不平衡 凭什么 齐凌云也开口 毛子中透着坚定 若说凭他的实力能够办到这一步 我是断不会相信的 这其中 必另有玄机 斥出反常必有妖 而在他看来 此刻发生在林巡身上的一切 就太反常了 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你也这般认为吗 沐亦振奋 如找到知音般 在场其他人都沉默 心绪难平 他们当然也不愿相信 可这是天选之战 覆盖着属于中央先廷所遗留的 无上规则之力 再反常 也无法改变林巡将要登顶的事实 而这时候 再是图用其他的原因证明 这不是林巡靠自身实力能够办到的 未免就显得有些失态了 在人们眼中 此刻的沐亦和齐凌云 就明显有些失态了 柳香缺和向小元对视一眼 皆看到对方眼中闪过的一丝不屑 显然 他们对沐亦齐凌云此刻的表现 颇有些瞧不上 便在此时 场中轰动 彻底沸腾 因为林巡已飘然如仙斑 幸轻松松地出现在了那山巅之上 前后似乎不到三十个呼吸 有人震战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林狠人是如何办到的 场中如炸锅 议论不断 皆被林巡此刻所创造的成绩惊到 这绝对又问题 木翼咬牙 神色铁青 其林云已恢复冷静 他也意识到刚才的自己有些失态 可此时当看到林巡就这般轻易登顶 他那握住书卷的白皙玉手也是情不自禁钻紧起来 舅舅 你之前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向小元眼神飘忽 打破脑袋也想不到 柳香却感慨 内心也是翻腾不已 越是和林巡接触 他越是发现 这来自星空古道的年轻人 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仿似这世上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纪元的天选之人 向小元忽然无声地笑了笑 反倒是他觉得 这一切才是正常的 因为 那个人名叫林巡 山巡之上 仙物征腾 不远处就是那恢弘为恶 黄黄无量般的中央仙庭 宛如诸神七居之地 只是 当抵达这里后 林巡第一时间感受到 一身的力量被重新压制起来 驻足原地 根本无法动弹 也是此时 林巡才明白为何钟离肖 他们不曾第一时间前往那中央仙庭 分明还不能算作是天选之子 也 此时 钟离肖脸色很阴沉 犹如憋了一枪的话 却说不出来 赤破君也一脸的阴霾 一副吃了苍蝇般的难受表情 令风沉默如旧 只是看向林巡时 那目光中也带着不可抑制的惊疑 以及一丝冷意 至于副刀人 虽头戴斗笠无法看清神色 可想来心中也注定不可能平静了 显然 对于林巡如此快就轻松抵达山巅 对他们这些早已登顶的成功者而言 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我怎么了 林巡经不住好心相寻 他担心钟离肖憋得太久会憋出毛病来 钟离肖近乎是宣洩内心的情绪般 一字一顿道 你 坐 地 声传九天 全场皆错愕 不少人都强忍着快喷出来的笑意 唇角都狠狠抽搐起来 这等荒谬理由 居然是出自钟离肖这等决颠地足口中 这带给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赤破君和令风都不禁扭过头 明显也被钟离肖这气急败坏的三个字给冲击到了 林巡则争了一下 心中悄悄给钟离肖竖起大拇指 这哥们 慧眼如炬 事实上 林巡此刻心情也很微妙 在踏上天选之路的那一瞬 他就感觉到了异常 因为一直沉寂的造化欲叠 竟是在此刻从沉寂中产生奇特的波动 犹如无形的连一般 北当出现一个属于上个纪元至强者所留的斗战烙印 还不等他动手 就会被造化欲叠的力量给收取 就如摘国子似的 一路走一路摘 那一个又一个致强者的斗战烙印 就这般被造化欲叠给一路收割了 完全就不给他动手的机会 林巡也没办法 他可早决定以自身道横事一事 那一众天选之子的战力究竟又多强的 哪曾想 造化欲叠却帮着不着痕迹地做了一场大壁 造化欲叠 造化弄人啊 虽然心中有些怪怪的 可这一路扶摇而上 轻松登顶的感觉 的确让林巡感觉很爽 此时 造化欲叠已归于沉寂 就如吃饱了的兽陷入沉睡中 所搜集到的致强者斗战烙印 和完整的仙道秩序 起源道点传承一起 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林巡依稀记得 当初在太乙遗迹中 造化欲叠内似乎沉寂了一个秩序之灵 只是刚出现一瞬就化作光雨消散 重归沉寂 当时他就怀疑 这造化欲叠内的秩序之灵 即可能就是上个纪元 仙界秩序的灵体 而现在 随着收集到起源道点 以及这些属于上个纪元 至强者的斗战烙印 让林巡欲发感觉 这造化欲叠之内 极可能真的有一道秩序之灵 只是一直在沉寂中罢了 林巡 你肯定动用了和作弊类似的手段 否则 就是你拥有镇压地主的力量 也断不可能走得如此轻松 钟离消也意识到了自己失态 脸色很差劲 可好歹也恢复了冷静 这个判断和其林云一样 而这也正是吃破君令封锁狐疑的 林巡可不会承认 不动声色道 这就是失败者的借口吗 或者说 你钟离消输不起 钟离消顿时咬牙 道 你不承认也罢 等离开此地 我自有手段试一试你真正的战力 到那时 立可真相大白 林巡笑了 不再多言 咚 一阵神谷之音响彻 就见那中央先停一侧的主子上 转刻着敲玉古腕神来朝的地方 涌现出一口仙光缭绕的大鼓 那鼓音正是从中发出 而后 一道仙光从中央先停那紧闭的大门内树尔冲出 晶莹璀 虚幻空灵 腹一出现 就将林巡的身影笼罩 紧跟着 他身影就消失原地不见 而钟离消 施破君 令封 副刀人这四个登顶之人 则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 飘落那崖瓶之上 登顶是登顶了 就是到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这让钟离消他们的心简直是大起大落 生出一股其他人根本体会不到的闷气 憋得很难受 静世林狠人成了天选之子 崖瓶上 一众修道者神色复杂 有震撼 有艳羡 也有难以置信 之前 他们都以为这一场至高般的造化 将会被第八天狱的那些贵咒人物得到手中 可最终的结果 却反倒是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 诸神遗迹被施作大千战狱第一禁区 而这一场造化 绝对堪称是属于上个纪元最为至高的秘藏 林狠人战利本就无比逆天 得此造化之后 何愁无法决颠成祖 何愁他日无法正道不朽 各种窥探声响起 想一想 以前的林寻都能镇压地祖 能悬榜流明 能一锅端掉男士 力士这等第七天狱的大势力强者 能 如今在得到这等至高造化 以后之成就 该有何等可怕 得到造化 可不见得就能保住造化 有人神色阴沉冷冷开口 诸位难道以为 林寻得到造化之后 还能活着离开大千战狱 一句话 令许多人眼神变得微妙起来 神色各异 那诸神遗迹之外 可有不少不朽人物坐镇 若让他们得知 这一场至高造化是被林寻得到 因可能会让他从眼皮底下活着离开 看一看那东皇四族 再看看那些不朽巨头势力中的贵胄人物 谁 会容忍他侠带造化离去 第2552章鸿蒙万道数 可须等到离开此地 别忘了 在问鼎之战后 还有一场先庭会 钟离萧冷声开口 先庭会 在上个纪元 天选之战结束后 但凡进入问鼎之战的修道者 若是不服 皆可在先庭会上向天选之子发难 若天选之子能够挡住一切阻难 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先庭传人 若挡不住 所谓的天选之子称号 就将被剥夺 由战胜之人获得 入主中央先庭 成为中央先庭的传人 但在传闻中 极少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但凡能够在十万年一次的天选之战中杀出的强者 皆堪称是志强存在 有同径无敌之威能 可忠离消这番话 却提醒了在场众人 在上个纪元不见得会发生的事情 在如今 不见得不会发生 原因很简单 他们都已认定 林寻在天选之路上的表现有问题 断不可能是他那一身倒横能够办到 不错 还有先庭会 一下子 木翼的毛泽明亮起来 之前备受打击的他此刻 就像重新看到了希望 一个可以将林寻镇压 夺取其身上造化的机会 这时候 齐林云也开口 心谋如水 声音婉转 诸位 我对什么天选之子不感兴趣 可若诸位能够在先庭会上一起出手 将这林寻给我拿下 我不介意带诸位一起前往第八天狱中修行 场中躁动 那三百余修道者差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紧紧帮忙去对付林狠人 就能前往第八天狱修行 柳香缺和向小元神色齐齐一变 心中发寒 这齐林云简直太狠 要将所有人绑到一个阵营 一起对付林寻 这件事 我也可以答应 赤破君开口 钟离销道 也算我一个 他们两个哪会不明白 齐林云此举 绝对是一剑双雕 既调动了一切力量对付林寻 又为自己搜罗了一众万中无疑的人才 要知道 在场这些修道者 可都是历经手类大手的筛选 从近三万地境人物中杀出的顶尖人物 无论是哪一个 接算得上是同境中的霸主 若能收揽在麾下 那等好处怕是足以让那些不朽巨头也心动 像傅刀人这样的绝颠地祖 更是连第八天玉不朽巨头都极其看重 愿意花费大代价招揽的存在 当然 我并不勉强诸位 谁愿意的话 等先停会开始时 一起出手便可 齐林云淡然道 这番话一出 也让不少人按松口气 能够前往第八天玉修行 当然令人心动 可这付出的风险也极大 而在场之中 当属顾是 云是两族的神色最不自在 心中憋闷 齐林云他们插手 无疑会打乱他们情下灵巡的计划 若就此措施机会 以后 他们拿什么去跟东皇室交差 齐林云他们或许图谋的是这中央先庭的造化 但他们东皇四族所图谋的 可不是这些 烧安物造 别忘了 咱们四族的不朽人物 都等候在这诸神遗迹之外 到那时 林寻若死了 就让那些不朽人物出面 去跟齐林云他们讨要那一场和涅槃有关的造化 顾伴庄生若文睿 站在崖平吉原处安抚众人 修为被压制 无法传音 众人的感应也被削弱 也不于被其他人听到他所说的话 也只能这么办了 云若红也点头 谈起此事 无论是他 还是顾伴庄等人 皆感到无比郁闷 怎么这世上的好事 皆被他临寻一人独占了 东皇是志在必得的涅槃造化 在他身上 而这中央先庭的至高密藏 竟也被他得到 以至于现在 无论是齐林云这些第八天狱的贵胄人物 还是他们东皇四族 甚至极可能会因为争夺造化而产生摩擦 这实在太让人无语 等着吧 先庭会最晚也会在一个月后开始 到那时 他姓林的吃了什么东西必须都给我吐出来 钟离霄眼神很冷 原本他对林寻还很赏识 还有心思接引对方前往第八天狱修行 可林寻之前的所作所为 则令他彻底震怒 别忘了对赌的事情 你们可都要帮着一起劝林寻 让他向我俯首称臣 不远处 齐林云笑着提醒 而提起赌注 钟离霄吃破君 木翼脸色都阴沉了不少 白茫茫的鲜雾弥漫 脚下由黑色神域铺气而成的地面早已军裂 出现许多斑驳的裂痕 轻他的石柱横沉地上 石柱上依稀可见花鸟重于山河万象的土岸 更远处 是散落一地的碎裂砖石 每一块阶极其巨大 而在石柱前方 以前应当是一座宫殿的中央道坛 但也以轻塌成一地的碎裂石队 往昔的这里 是一座唯恶辉弘的仙殿 代表着仙界至高的权柄和威严 而如今 则满目疮痍 一地狼藉 如若遗弃之废墟 当看到这般景象时 林寻也不禁愣住 这和他预想中的景象完全就不一样 这就是中央仙庭 是个纪元最为至高的地方 林寻意识到 这诸神遗迹纵然保存在完整 可这中央仙庭恐怕是在纪元覆灭的大劫中 遭到了严重毁灭 他开始在此地行走 就如走在一片沉疾万古的废墟之上 给人以苍凉凋零之改 以往的辉煌 仿似都早已在纪元覆灭中风打雨吹去 只剩满目凄凉 嗯 正自心声感慨的林寻 忽然注意到一抹灵光 仔细看 那一抹灵光是从一堆乱石深处闪现 他走上前 灰袖将乱石搬开 这才看清楚 那一抹灵光是一枚嫩绿的芽 扎根在废墟 心脆欲滴 彰显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林寻心中莫名地一颤 与毁灭中心生妈 这嫩芽太柔弱了 可却偏偏给林寻一种坚韧之极的气息 仿似纵然纪元覆灭 仙庭没落 也无法阻挡他生长 而他 也成为这废弃仙庭中唯一的一道生机 林寻凝视 察觉到这疏异株树的幼苗 刚刚萌芽不久 那嫩叶上 引动着一抹无法形容的神妙气息 给人的感觉 仿佛不是一枚渺小的嫩叶 而是一方浩瀚无量的大道世界 承载着属于仙道纪元的起源之力 传闻难道是真 林寻想起在前来诸神遗迹之前时 所听到的一些传闻 在上个纪元 属于中央仙庭的至高密藏 乃是一株鸿蒙万道树 号称是仙界之根 据说此树每个十万年 就会凝结出一枚神妙莫测的道果 此果秉承先到气韵而生 将其吞服炼化 将得到不可思议的大道造化 有人吞服道果后 直接羽化仙区 蜕变风神 有人则注就一身不坏不朽之道衡 感悟道大自在 大逍遥大超脱的奥秘 有人则掌控无上之道 总之 鸿蒙万道树凝结出的道果 每个人得到的造化皆不一样 堪称神异莫测 而这鸿蒙万道树 也被视作中央仙庭的至高密藏 被世上修仙者认为 此树就是仙道世界的根 是万道奥妙的起源 原本 林寻还对此传闻嗤之以鼻 可现在 它有些不淡定了 整个中央仙庭中 早已化作废墟 若说此地藏有至高密藏 那么必然就是眼前 这一株树苗嫩芽无疑 它的气息太神妙了 指指甲带大小 却宛如承载着 整个仙道的起源之力 只是 若说它是鸿蒙万道树 也充其量是鸿蒙万道树的 一株小嫩芽 这一场和至高密藏 有关的造化还真是 独特啊 林寻抚摸着下巴 有些无从下手 它担心不小心一碰 这株嫩芽就被折断掉 若要整株取走 又担心它会就此枯萎凋零 四寸片刻 林寻忽然想起一事 将造化玉碟取出来 顿时 奇妙的一幕发生 那碧绿的嫩芽竟微微颤抖起来 似是无比激动 洒出一缕缕虚幻渺小的轻碧光泽 可造化玉碟却无动于衷 远不像收取起源 到点和那些斗战烙印时那般灵性十足 林寻深呼吸一口气 拿着造化玉碟 轻轻搁在那嫩芽旁 就见那嫩芽伸展出一缕细如牛毛的柔软枝条 涌入造化玉碟内 仿似在汲取什么 林寻眸子一亮 果然有用 他心中的一个猜测 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 就见那嫩芽犹如酒汗缝甘霖似的 破土而出 生根抽芽 在那废墟中摇曳生长 短短几个呼吸间 就长成一株巴掌大小的树苗 精干晶莹剔透 烙印着神秘如混沌式的纹理 而在其精干上 则蔓延出一根根嫩略的柔软枝条 将整个造化玉碟都覆盖住了 林寻也是此时才终于看清楚 被这鸿蒙万道数所汲取的力量 赫然是之前在那天选之路上 被造化玉碟一一收集到的斗战烙印 那是属于上个纪元 每一个天选之子所留的斗战力量 可现在 这些斗战力量却如同养料般 被这鸿蒙万道数幼苗不断汲取 而此数则随之不断茁壮生长 仅仅半刻钟 就尝到了一尺高 精干如若世间最剔透的玉石胶筑 枝压如青碧仙晶 灿然流光 飘洒如梦似幻的光雨 第2553章荣镜大道 此级的废墟 都被染上神圣气息 那青碧的光霞 充盈着难以言喻的至高无上气息 林寻星头发颤 如目睹一场神机诞生 弄插 鸿蒙万道数附近废墟裂开 无数细密晶莹的根须永生 而其今淡泽在不断变高 变得粗壮 空气中都开始弥漫和 蒸腾仙道起源气息 浓稠如雨 林寻静心感受 终于隐约明白了 那一个各自强者生前 皆曾入主中央先停 也皆曾吞服和炼化 从鸿蒙万道数上凝结出的倒果 在他们所留的这些斗战力量中 自然自然也有着属于 鸿蒙万道数的力量气息 而现在 这些斗战力量则反补给 鸿蒙万道数的幼苗 从而促使此数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蜕变 到了后来 林寻更是吃惊发现 在将那些斗战力量汲取一空后 鸿蒙万道数并未就此满足 反倒开始汲取那起源道点的力量了 起源道点汇总着先道至高传承 号称先道法门的起源 这等力量 难道也和鸿蒙万道数有关 不等林寻想清楚 就见那早已成长为九丈高的鸿蒙万道数 出现了33条蔓延而开的质压 九丈 代表数之高度 33 则隐然有一种容纳诸天之意 而在汲取了起源道点的力量后 那33天之鸭上 则开始生长出一片片叶子 皆呈现出一种圆满无瑕 无尘无垢的神韵 每一片叶脉皆不相同 却如天然的大道轨迹 焕发出完全不同的大道气息 林寻目光一扫就判断出 那凝结出的叶子共有三千个 九 三十三三千 林寻心中都不经震动 这每一种数字 所代表的意义可太非凡了 九 数之极 三十三代表诸天之广 三千 则代表大道无穷之数 一珠鸿蒙树而已 可在此刻的林寻眼中 却容尽玄机 就在林寻眼神飘忽之际 属于鸿蒙万道树的蜕变 也是悄然结束 再看去 旧建废墟之上 星光如瀑 仙霞艳艳 道徽蒸腾 一株九丈高的鸿蒙树 如若混沌仙晶胶筑而成 三十三条枝丫蔓延笼罩 满树清脆 摇曳慧光 每一天叶子皆洒下 迥然不同的神庙道运 驻足其前 就如至身仙境 身 星 神间沐浴 在清明祥和的大道气息中 能够第一时间感悟到 属于仙道的起源奥秘 这一杀 林寻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渴望就此静坐悟道 不理事事浮沉 但他还是忍住了 这鸿蒙万道树上 并未凝结出道果 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 难道还要等十万年才行 收起造化玉碟 林寻驻足片刻 就做出决断 在此修炼 完善己身 他对能否破镜 并不抱希望 因为绝颠成祖是需要契机的 而那等契机绝对是千载难逢 可遇不可求 眼下 林寻只想趁此机会 将一身大道彻底熔炼 地祖 又被称作一道之祖 于绝颠成祖者 可称作是绝颠地祖 但林寻并不甘心仅仅如此 欲求古今未有路 当正世间无有道 他的道 容诸天万道 掩世间万法 既如此 自当谋求万道之祖般的道业 其实 走到了林寻这一步 境界的提升已不是最大的问题 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道 能够达到何等高度 因为 几乎所有人都会被挡在绝颠地祖这一道关前 小境界只要有时间差不多就可以熬炼上去 不是什么难题 而但凡有之地祿称雄者 都会着重思量战力的问题 如何才能达到同阶最强 这是首要的 毕竟 祖境已是地道之尽头 若能与此境无敌 那便是地祿之上唯一的山峰 可镇压万古 可俯瞰此路 无可比肩 鸿蒙万道树下 林寻盘西坐在那里 宛若一尊神像 宝香庄严 在第一时间就陷入一种奇妙难言的悟道修炼中 飞洒如梦般的清蒙蒙霞光 从鸿蒙万道树上飘落 将他整个人沐浴其中 浑身都被仙道起源气息浸润着 这让他就如陷入仙道起源母朝中 对大道的理解和感悟 也是达到一种惊世骇俗的地步 甚至都几乎不用去费心思揣摩 就能直接窥视到仙道的原始本质 并感悟于心 容纳于身 这很不可思议 和传闻中的一招文道 大彻大悟都没什么区别 而这 自然是属于鸿蒙万道树的力量 它是仙界之根 汇聚仙道起源之道 是中央仙庭的至高密藏 世上各纪元最大的造化 自然不是寻常可比 事实上 在此参悟打坐时 林寻已体会到那等神庙 几乎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时间流逝 直至后来 林寻整个人的气息 都和鸿蒙万道树形成一种完满的契合 仿似那鸿蒙万道树 已化作他周身契机的一部分 到了后来 在他周身 开始涌动猪般匪夷所思的大道异象 风雷震耳 电闪雷鸣 像是在开天辟地 那等气息之可怕 仿似可以让猪天万道 近伏脚下 他整个人气血沸腾 散发出一种莫名的契机 他的身影时而化作鲁顶 时而化作大渊 在此期间 被他融合一身的猪般大道奥秘 不断翻涌呈现 化作咒语星辰 山河万象 天经地尾 化作飞禽走兽 电闪雷鸣 风雷地火 临巡化生猪般大道 从过去所学 到现在所悟 不断推演 到最后 他整个人都仿似不见 只有一口大渊浮沉 将那演化而出的咒语 山河经纬 万象全都一吞而尽 霸气无边 通体都有一种疯狂的契机 像是要横扫三千大世界 目吞九天十地 最终 临巡周身契机又平缓沉寂了下来 唯有身心之地 大道阴暈 光霞永存 如大海宁静 沉宁而大气 直至后来 在他周身 涌现出诸般仙道法则 光影流转 灿灿生辉 将属于上个纪元的仙道奥秘一呈现 那是完全不同的大道景 由子府而演黄庭 入京丹而抱涅槃 焕发出仙道独有的原始之道 灵巡魂不绝时间流逝 事实上 此刻的他也早已浑然忘我 身心气道 眼道于外 不知过了多久 他身影重新化作大渊 演化出的大道 一半属于以往所掌控 是属于这个纪元的极境之道 一半则属于上个纪元的仙道 这就好比相容两个纪元的大道奥秘 在他一个人身上呈现 并不断进行演绎和变化 那等大道力量 也是变得越来越繁傲和复杂 越来越晦涩和莫可名状 而在灵巡身上 则有一种蓬勃大气 亦有一种深渊般的不可测 没有人知道 此时的他 正在将完整的仙道奥秘和自身的大道 进行异常史无前例的融合 对这个纪元的修道者而言 哪怕是能参悟和掌控上个纪元的大道 也只是一部分 根本不可能完整 但对灵巡而言 他身上有属于上个纪元的幽名地府道 有仙道 皆是完整的大道体系 蕴含着最原始和本质的奥秘 这也就意味着 他此次荣道成功 将身兼两个纪元的大道之力 若是哥在以前 灵巡要办到这一步 注定不是短时间内能实现 而现在则不一样 在鸿蒙万道数之下 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参悟和掌控 那属于上个纪元的大道奥秘 从而给予了他一个绝佳的荣道契机 鸿蒙万道数摇动 满数晶莹剔透的绿叶朔朔生辉 飘洒下大道光雨 很是祥和 在上个纪元 也不知究竟有几位仙道至尊 立身在此树下演化自己的法与道 而今灵巡一如是 与此树下参道 到了后来 灵巡像是天地下凡 每一次呼吸 皆有诸般大道共鸣 宛如诵经声般 隆隆而响 惊艳世间 而他身上的气势越发强盛了 犹如一座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般 每一寸肌肤 都澎湃着汹涌无匹的大道力量 早在朝天城时 灵巡一身道横就以真至绝颠八重地境的极境圆满地步 而此时 随着他不断参悟大道 自身修为也竟都有蠢蠢欲动之感 只是此刻 灵巡根本没有心思在意这些 若能将上个纪元之道尽数融合于一身 那么正到绝颠地祖时 注定将展露出不同于这个纪元的威能 这才是灵巡在意的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 同盟万道树下 灵巡躯体完全看不到了 被茫茫如光雨般的大道力量彻底淹没 满树剔透的蔽叶摇动 像是一卷经纹在冥想 垂落下一道道会光 让灵巡更加朦胧了 直至半个月后 灵巡身影所在之地 产生无法言喻的大道轮音 珠般大道力量犹如瘦道牵引般 汇聚在一起 进行凝练 渐渐地呈现出一座卢顶的雏形 并不断得到完善和锤炼 到了最后 鸿蒙万道树都猛的一颤 就见灵巡身影如若大渊 将附近涌动的大道全都吞没 融入那卢顶之内 而后一起消失在灵巡体内 一切异象皆无 一切道光阶级 为灵巡盘膝而坐的身影 如万古长存 第2554章无欲无求大劫自来 鸿蒙万道树叶片翻动 哗啦啦作响 像是一页页古经书在展开 散发出犹如诵经般的大道轮音 像是在阐述宇宙的起始 天地的诞生过程 树下只有一个身影 静静盘坐 宛若盘石 始终一动不动 可却有万古长存之势 这一杀 灵巡俨俨然将上各纪元的仙道 幽明之道尽数和自身道横彻底相容 蕴养一炉 超脱当世 独步古往今来 无声无席地 一股灰色莫名的劫难气息涌现 同盟树下 灵巡悄然睁开眸 他神色古井不波 黑眸长彻空灵 长身而起 舒展周身筋骨 开始演绎自身掌控的朱斑法门 此浑然不觉 已经有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劫正在酝酿 随时都会倾泻而下 荣静万道 当于此时演进万法 此时的灵巡 心神依旧沉浸在奇妙的悟道境界中 随着他运转道横 朱斑大道法门映线 剑经 全经 掌印 执法 不同的道 不同的法 极静演绎不同的威能 在这一刻 数以万缕道横交织过来 化作一种种不可思议的景象 犹如一位为仙人在演武 或霸气滔天 或神威盖世 或逍遥如风 神在嘶吼 莫在咆哮 三千个红龙树叶子 垂落下无数的仙道至高传承法门气息 演化出恐怖无边的景象 仿似无数至高神之 在一起演绎各自所掌控的道法 每一个都有镇压古今未来之大气势 志强的道统 志强的传承 精益流动 尽数映现于灵循一身之中 他仿若天地一般 举手台足 电闪雷鸣 天雨炸裂 像是要十方俱灭 每一个动作都是极尽之道 拥有盖世神力 鸿蒙万道术 拥有三千青叶 代表仙道起源的无尽传承 在此时随着灵循演绎到法而产生共鸣 而在同一时间 中央先停下方的崖平之上 时间已过去二十天 齐灵云 钟离萧等一众修道者一直在等待 显得很有耐心 对他们这等存在而言 这点时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要知道 一些地祖境存在 随随便便必一次观 就动辄千百年 然而就在此时 一股恐怖的劫难气息弥漫 让他们皆其其心中一阵 豁然抬头 就见那天穷上 不知何时涌现出一抹如墨般漆黑的劫云 一股灭世般的压抑气息也随之扩散而开 那气息之恐怖 让那些地祖都不经色变 心神战利 这是何等劫难 好恐怖 在场之人 可都是见多世广之辈 修行至今 历经世事浮沉 见灌珠天万象 可此时 一个个都惊疑不定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因为似此等劫难气息 他们绝对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 该不会是属于那灵巡的祖境之结吧 这一刻 连钟离消也不淡定了 瞳孔收缩 写满疑惑 绝颠祖结 并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绝颠祖结 其灵云眸子中也都罕见地露出金色 在此可失态 这怎可能 目以恶然 如我之辈 当年绝颠成祖时 所经历之节的气息 都没有这般可怕 赤破君神色 也是一阵明灭不定 这些人皆来自第八天狱 自身又是绝颠地祖 要远比世人更清楚 欲绝颠成祖 是何等恐怖变态的一件事 仅仅只是为了谋取一缕正道契机 都能困住一众精彩绝艳之辈 而在真正正道时 所面临的大劫 更是强横到令人近乎绝望的地步 像他们这些人 当初为谋取这一缕正道契机 也是费尽心思 动用了整个宗族的力量 才好不容易得到 而在渡劫时 更是有一众祖宗长辈护法 有数知不尽的旷世之宝防身 有堪称天地瑰宝的灵丹庙要续命 堪称是调动异族之力 做族完全准备 才让他们终于迈进了绝颠地祖的门槛 可即便如此 据他们所知 一些和他们一样出色 一样身份的角色 在这等大劫中陨落了 那可都是不朽巨头花费 无数心血栽培的傲视人物 由此 就看见绝颠成祖之节的恐怖 然而 和眼前这一场悄然而至的劫难气息相比 齐灵云他们却都发现 自己当年所经历的祖节 完全就显得不够看了 这也正是令他们吃惊和失态的原因 而见到他们这些绝颠地祖斗这般失态 在场其他修道者都无法淡定了 这是否意味着 正因为灵巡在此近拥有的底蕴更恐怖 更变态 才会在此时引发的大劫 比齐灵云他们当年所经历的更可怕 毕竟 众所周知 引发的劫难越可怕 也就意味着杜劫之人的道行越恐怖 通龙 天穷上 已化作永夜般的墨色 完全被黑暗压抑的劫云覆盖 不见一丝天光 无法形容的毁灭气息 令天地皆陷入一种大恐怖的氛围中 所有人毛骨悚然 心神悸动 到了此刻 齐灵云他们也集体发寒 意识到这一场劫难 绝对堪称是更古罕见 也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仅凭这一点 就令他们心绪及不是滋味 哪怕他们不愿意 也不得不承认 当年的他们 是无法和灵巡相提并论的 否则 所引发的劫难段 不会相差这般大 简直是造化弄人 他灵巡入主中央道庭 获得至高密藏 而今更抓住一线气机 引来这等浩大劫难 他若决颠成阻 岂不是要压盖世间一切同静 忠离消脸色阴沉 胸膛发闷 此等大劫之下 他灵巡既无护法之人 又无完全之准备 能够活下来的机会 注定渺茫无比 赤破君冷然说道 哪怕他就是有机会 渡劫成功 也绝不能让他得逞 其灵云那婉转淡然的声音中 透着一抹决然 某子中更罕见 地犯起一丝刺骨的含义 这等大劫 更古未见 一旦让灵巡渡劫成功 同静之中 谁还能压制他的气焰 到那时 绝颠地祖静中 怕是要以他为尊了 这种事情 绝不能让其发生 诸位请看 这一场大劫来临后 这片天地的规则力量 开始呈现出崩溃的迹象 若我推测不错 用不了多久 覆盖天选之路上的力量 就会分崩离析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一起前往 那中央先停 麒麟云此话一出 让全场一阵躁动 经过仔细观察 果然发现如麒麟云所说那般 这片天地的规则力量 开始紊乱了 甚至 压制着他们修为的规则力量 都有松动瓦解的迹象 如此就更好了 钟离枭 吃破军等人皆露出杀机 林寻的威胁太大 且夺尽此地造化 若不除掉 他们将寝食难安 轰 黑压压的劫云深处 响彻一道雷音 简直像开天辟地的第一道声音 响彻九天十地 震得人气血翻滚 眼前直冒惊心 大等无上般的天威 尾时太恐怖了 而后 一阵宛如今世战鼓的雷霆响彻 劫云深处宛如有诸神大军冲出 一万万绚烂刺目的雷暴化作浩瀚汪洋 一道又一道如若神奇般的伟岸身影从汪洋中冲出 沐浴着雷芒 执掌着天威 冲向了那中央仙庭 紧紧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呼吸都困难 心境都差点失手 无不惊骇 这等大劫 未免也太变态和恐怖了吧 而越是如此 麒麟云内心就愈发坚定了灭掉林寻的心思 之前她还抱着降服林寻 让其俯首称臣 为自己效命的念头 可现在 全被杀鸡取代了 若你死在天劫之下 那就一了百了 若是有机会活下来 我也要让你永葬此地 麒麟云紧紧盯着那天选之路 在等待覆盖此路上的规则力量破灭 中央先停 鸿蒙万道数毅力 灿然流转亿万轻碧道光 浑然不受天劫的影响 置身旗下的林寻 直至此刻 竟也浑然不觉般 在极尽推演诸斑无上传成河道法 通龙 一众从劫难中演化而成的伟岸身影 沐浴雷霆而至 手中掌握的冰刃 借由天威所化 恐怖无边 然而 还不等靠近 就被一股无形的恐怖 威能一一击溃 化作爆炸的雷芒光与扩散 劝烂的光 照亮这片白茫茫雾矮漫的大殿 也照在正在炎舞的林寻身上 就见一种种无上传承 以及无穷的道 在林寻的演绎中 皆化成了如山崩海啸般的威能 震荡而开 而冲杀而至的雷霆身影 皆都在这等威能肆虐之下崩灭 这时候的林寻 既是在演化自身法 也是在杜劫 只是 他的心神沉浸在一种奇妙的境地中 让得这一切都显得很不一样 那等劫难之力 何等狂暴和恐怖 不断倾泻而来 化作蔑视般的恐怖异象 其其针对他一人 换作任何人 怕都早已绝望崩溃 可林寻却不疾不徐 不骄不躁 不悲不喜 沉浸在炎舞中 浑然忘我 悠然舒展躯体 举手投足之间 不断打出一种种道法 在极境推演 极境融合 这就像是一场实现 破茧成蝶的极境生华 遇得正那一刹那的美丽 第2555张福照 鸿蒙万道树下 神光沸腾 即便是站在中央仙庭下方的崖坪上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灰红的仙殿中 一条条神魔呼啸天地 无穷的道光横天 万经共鸣 隆隆作响 即便是汹涌狂暴的雷洁汪洋 都遮掩不住 那个地方传出的大道之音 太过宏大和无量 林寻身影若指掌诸天的主宰 在鸿蒙树下言武 每一次挥动都有万经共鸣 漫天星辰浮现 无尽异象永生 通龙 一杆战毛从天外暴略而来 划破长空 缠绕天乏之力 如若来自上苍主宰的审判之毛 那等劫难气息比之前更可怕了 林寻心神空灵 陷入悟道研法中 浑然忘我 但他周身其鸡雀第一时间产生反应 随之一拳打出 火焰滔天 一只猪雀鸣叫 在烈焰腾腾的拳头中飞出 烧塌了半边天空 暴杀而至宛如审判般的天罚战毛 顿时被这一拳所组 在虚空产生剧烈的瘟鸣 而后被震的寸寸炸开 蹦见的雷芒光与瀑布席卷 那等恐怖一击 在此刻的林寻身前 依旧不堪 天穷深处的劫难力量犹如被惊勿 紧跟着 便有一道道如若天罚般的璀璨神恋蔓延而下 成千上万 铺天盖地 宛如疯狂舞动的乱屎之鞭 抽打乾坤 那一幕 恐怖的让崖屏上的修道者们呼吸一致 骇然失色 冲远远一望 万千神恋直似天降牢笼 要将渡截之人居右镇压 灭除于世间 千殿中 林寻神色如旧 古井不波 他双拳其震 左手沾日 右手捏月 像是远古的天神降临 到处都是光华 神威盖世 无匹的威能横扫 将那一道道神恋震碎 如若被打碎的死舌般 在虚空中不断坠落 光雨如潮 他气吞万里 大开大合 将一身所惠的至高道法演化到淋漓尽致 逆扎扎的神恋 根本就碰触不到他的身影 就被外放的威能席卷碾碎 景象害人之极 这是一种大气象 千般大道 万众道法 冥想各不停 铿锵不绝于耳 各种道法意向其限 化成世间最可怕的光 不断在虚空中交织和共鸣 隐然有融合于一 极境蜕变的迹象 在其体内 也传出了隆隆雷鸣 血液如大河奔腾 又若汉海起伏 震耳欲聋 在其体表 开始出现各种经文 刻上神妙的烙印 一呼一息之间 便有气卷九重天的大威士 那天穷之上 堪称亘古未见的恐怖大劫 不断倾泻灭屎般的力量 演化作各种惊世骇俗的景象 也来凭上那一众修道者 强大如麒麟云 钟离霄等绝颠地祖 都时不时地被震撼到 神色变幻不定 因为那等灭屎大劫的威能 明显变得也来越变态 越来越可怕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各在永恒真界第八天域 都不曾出现过如此之劫 可无论天劫变得何等强大 每当降临世间后 皆被误导中的灵巡 在不知觉中就一一轰碎 他就像一头传说中的大昆 拥有扶摇直上九万里之潜能 吞天没日之威 怎么还没死 也还凭上 钟离霄无法淡定 那天结何等恐怖 让他看得都心惊肉跳 震撼连连 可竟一直没有消失的迹象 这必然意味着 灵巡还不曾遭难 还在抗衡大劫 赤破君等人也是难以置信 换作是当年的他们 所面临的大劫威力 要远远逊色于眼前所见 可即便是那样 还是让他们熬尽苦难 屡次被重创 甚至在生死边缘挣扎过多次 才好不容易杜劫成功 可现在 灵巡的大劫那般强盛 却竟依然没结束 这岂不是意味着 若灵巡杜劫成功 所得正的祖境道业 也将远远超出他们这些人 这又让谁能接受得了 一定不能让其活着 赤破君一字一顿出生 此地规则力量破裂了 走 墨地 其灵云开口 眸子中涌现出 一抹骇人的金色光束 这一刻 他弹雅如蓝般的气质不见 一身被压制的修为 在此刻恢复过来 释放出无边的威能 那绰约曼妙的身影都被一缕缕 惊灿灿的祖境法则缭绕 如仙似神 他第一时间脉步而出 朝那天选之路上掠去 几乎同时 在场所有修道者都察觉到 被压制的修为恢复过来 这片天地间的规则力量 彻底紊乱破碎 走 早已按捺不住的钟离销 吃破君等人 皆是杀鸡罐冲云销 焕发出恐怖的威能 犹如一个个神奇般 略向那山巅的中央仙庭 在其后方 也是有着许多修道者参与进来 之前齐灵云他们都已答应 只要一起去对付灵巡 就会带他们前往第八天域修行 故而这一刻 都是毫不犹豫地跟着行动了 舅舅 我们怎么办 向小元交集传音 我们的命是灵巡小友给的 此刻他将遭难 我们就是将这条命还回去又何妨 柳香缺深呼吸一口气 做出决断 好 当即两者也展开行动 走 我们也去瞧瞧 顾半庄和云洛宏对视一眼 也都是带着身边一种族人展开了行动 一时间 这压平生竟仅剩下十多人 绝大多数都跟着前往文纳中央先停 劫云翻滚 雷霆激荡 劫难气息愈发可怖了 只是 这些劫难是针对林巡一人 对修为恢复过来的一众修道者而言 虽也有极大的威胁 但并不影响行动 中央先停内 一道天伐闸刀斩下 炫亮无匹的刀芒 仿似能将天地都劈开 当 林巡身前飞出无数剑戏 化作玄奥莫测的剑阵 将这足以致命般的一击挡住 天伐闸刀仅仅僅持不到片刻 就被无边剑气捏碎 而林巡 对此仿若不绝 依旧在炎武 身边那一株鸿蒙万道树 洒下一万青碧霞光 宋经声不断 应称的林巡如若上个纪元的先尊 与属下创法 当其林云他们闯入中央先停时 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都不经倒吸凉气 心神战动 在他们预想中 遭遇这等旷古未有的大劫之下 哪怕林巡还活着 怕也早已重伤垂死 可现实却是 林巡根本就是毫发无损 他这哪里是杜劫 分明就是在悟道 言法 有人失声叫出 被震撼到了 这等大劫之下 还能悟道 这一切显得太不可思议了 人们心中无法平静 也都注意到了林巡此刻的状态 都不经感到匪夷所思 犹如目睹一场神迹 他们可都是阅历世事沧桑 便关注天心替背 什么大风大浪大诡异没见过 可眼前这一幕 却完全超出他们想象 甚至无法理解 赤鸿蒙万道术的力量 这传闻中的仙界之根 竟居然从纪元覆灭中延存了下来 木翼眼睛都发红了 心神滚烫 情绪都亢奋得有些失控 打怕是割在永恒真界 鸿蒙万道术也是当之无愧的至高神物 几乎是不可的见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 怪不得他林巡能够引来绝点阻结 这鸿蒙术本就是秉承上个纪元的气韵而生 号称仙道之起源 足以令任何人抓住一线正道的气机 钟离消也呆住 眼神狂热 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无论如何 必须将此宝夺在手中 赤破君虽不曾开口 可眼神中的决然已表露 他也对鸿蒙万道术志在必得 林巡此时演法 所造成的波动太大了 万经共鸣 三千大道呈现 还引发更古未有之大劫 就是平常 其他人都还想杀他呢 更遑论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没有人希望他活下去 更何况 在其身旁 被誉为上个纪元至宝的鸿蒙树散发闭光 叶片翻动 如宋经文 震撼人心 让所有人寄予 只是 那天节还在持续 让得他们内心杀鸡在上 也没有一个敢靠近过去 唯恐被波及了 在其渡劫后 就是能活下来 也必是最虚弱之事 到时候第一时间将其毁了 其林云当机立断 下达命令 其他人皆点头 他们分布四周 呈重重围困之事 叙事以待 让得这中央先庭的氛围 也愈发的肃杀可怖了 所有看向林寻的目光 都恨不得他马上就被天节批杀 可让人失望的是 滚滚天节杀伐而至 皆被林寻周身释放出的威能破开 无法伤到其丝毫 略是这样 越令那些修道者忌惮 对他的杀鸡也是越发赤胜 都不敢想象 若让这样一个逆天人物活下来 所拥有的祖境道横 又该是何等恐怖 到那时 放眼世间同辈 谁堪与敌 劝烂的电光 映照的这些人神色明灭不定 而一直陷入悟道眼法中的林寻 仿似对这一切依旧浑然不觉 没有等待太久 这一场天节最后一众杀节来临 那天穷深处无尽紫金色的雷暴洪流 全都凝聚收缩成一团 化作一道奇异的符照 那符照呈现出如墨般的混沌色泽 流淌亿万劫难气息 其上涌现出无数道晦涩莫名的毁灭道痕 隐约间 似有诸神哀伤叹息的声音 从符照内传达出来 第2556章花开之时蝴蝶自来 全场死集都被这最后一道 劫难所化的符照振折道 因为其上弥漫出的气息 简直恐怖到让他们 这些旁观者的心境都被振折 太恐怖 充满了诡异和未知的色彩 亘古未见 闻所未闻 而当这符照掠下时 也是无声无息 无视时空之羁绊 在刹那间就将林寻整个人覆盖住 从林寻身上扩散出的绝世威能 都根本无法抵挡丝毫 在众人那惊骇的目光注视下 正沉浸在悟道和眼法中的林寻 身影树耳被禁锢注视的 一动不动 任谁都知道 林寻遭遇到了致命的危险 悄无声席地 那诡异可怖的符照扩散出毁灭雷霆光雨 引然间 竟涌动出一丝丝晦涩色的秩序之力 这 齐林云等人脸色都是一变 那符照节雷内的秩序力量 简直超出他们的认知和想象 可怕到了极致 起码 那等威能不逊色于最罕见的天阶九品秩序力量 齐林云他们背后可都是一个歌不朽巨头势力 屹立第八天域中对秩序力量的了解 自然远非一般人可比 能够令他们都为之阵战和经济 可想而知这符照节雷中的秩序之力是何等可怕 这完全就是不打算给他任何成组的机会 这等劫难 他一定挡不住 钟离销内心火热 蠢蠢欲动 就等林寻死后 去抢夺那一株鸿蒙万道树 还真是可惜了 齐林云轻叹 林寻道横之强大 若能为他们其事所用 他日必可发挥极大作用 但齐林云并无万席 林寻死了 他才心安 这时候 所有人都看出 林寻不行了 哪怕他之前表现得在逆天 在耀眼 可在这一道扶照节雷之下 根本就没有抵抗之力 起 忽然 一道爆喝响起 木翼身影冲出 竟是在这时候出动了 相隔百丈 他抬手打出一个波语 弥漫古老斑驳的气息 乌黑着人 寒光闪耀 朝鸿蒙万道树覆盖而去 显然 他已等不及 要抢先一步将那鸿蒙万道树夺走 齐林云 钟离霄 吃破军等人皆脸色一尘 刚要出手阻止 轰 一道天崩壁裂般的声音 骚然响彻 震得在场每一个人都气血翻涌 其其心中一颤 就见被那扶照节雷禁锢的林寻身上 冲出一股金色血气 化作一道身影 挥拳沙伐 神威盖世 这不是真身 而是属于林寻的一股斗战意志 是他在这一段时间中 不断锤炼和推演的无敌法 在此时运生出了最强大的武道意志 哼 黑色波鱼被一拳砸飞 那金色武道意志当空释放斗战之力 若先人掩武 又是一拳打出 仅仅是那等威势 就令这片天地问乱 令附近一些修道者躯体发僵 心神问乱 难过得可出血来 还有数人直接被那等武道意志力量振成重伤 踉枪倒飞出去 众人惊害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的是多么强大的武道意志 凌寻所演化的 是怎样的道于法 竟强到了这等境界 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以 木翼大惊失色 哪能想到 本来必死无疑的凌寻 在这关键时刻出现这样一种无敌般的武道意志 不与被砸飞 凌寻武道意志打出的那一拳当空砸来 漫天划光飞过 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一个金色的拳头 笼罩四级 覆盖十方 猛力砸下 木翼无论怎么躲避都不行 更是挡不住 手中寄出的宝物接连毁掉了 暴战出无数光雨 他浑身都在速速发抖 第一次如此恐惧 更难以置信 他这等决颠地阻 却竟连一道武道意志都挡不住 一切都晚了 这是林寻在悟道中熬练出的一种无敌意志 直接一拳将木翼打爆 轰然炸开 碎骨头与血肉飞溅 行神俱灭 怎么可能 许多人失声惊叫 炼体声寒 这仅是一种权益而已 林寻的真身都未出动 被那扶照劫雷禁锢 可却轻而易举地击杀了一尊绝颠地祖 这让众人毛骨悚然 齐林云 钟离萧等人都心中意寒 木翼的战力 比他们并不差多少 可却被一道武道意志击杀 连那些救命宝物都没能挡住那可怖的一拳 事实上 这一拳太快 太猛 太霸道 木翼的杀手锏手段也根本没来得及动用 就一命呜呼了 可即便如此 落入众人眼中 这血腥的一幕也堪称是恐怖 同盟树下 林寻获得睁开了眼睛 如两盏金灯一般 璀璨夺目 牟光所过之处 很多人灵魂如被撕裂斑 毛孔倒树 他虽然依旧被那一道符罩截雷覆盖 还未有所行动 但是已经散发出一股至强至大的契机 让所有人站立 他牟子犀利 若先见出窍 锋芒毕露 极度灿烂 在天地中画出一道道闪电 冲向各方 惊折住每一个人 仅仅目光都如此着人 这是多么强大的武道意志 很多人心中颤然 几倍寒冷 生出一个个小疙瘩 本来被视作必死的林寻 却并未灰飞烟灭 反倒是睁开眸子 显露出无匹之威势 这出乎所有人意料 甚至 让人怀疑他已参悟出了自己无上的大法 有了逼你天下同静的实力 人群远楚 像小元和柳香却心中紧绷的贤松谢 眸子深处都是涌出激动之急之色 紧了 林寻没死 在悟道中 神游太虚 悟我两望 眼中只有道 容不下其他 这也是修道者闭关都会选择安静之地 远离尘世喧嚣的原因 尤其是深层次的悟道 如林寻这种 浑然忘我 神游物外 什么都已忘了 哪怕是旷世大劫降临 也难以醒来 而今 他终于苏醒了 这对在场一众修道者而言 自然是最不愿见到的一幕 同盟树下 万叶摇曳 沙沙作响 似在翻动古今 送出亘古不变的法语道 跨越古今未来 响歌不停 突然 林寻嘴角溢出一缕血液 低落在衣巾上 触目惊心 这让很多人都一呆 而后人们就意识到 林寻或许从悟道中苏醒 可他身上依旧被那扶照杰雷所禁锢 那劫难的力量依旧不曾被驱散 其林云 钟离霄 吃破君 他们的表情很精彩 刚才还很震惊和心寒 出现忧色 可一瞬间后又放松了 眉宇舒展 露出快慰之色 嘿 此节未消 多半是伤道道鸡了 有人幸灾乐祸地说道 刚才那五道异智 分明让他遭受到了反噬 眼下的他就是色力内人 外强中肝 谁上去摘了他的手脊 有人哈哈大笑 实则是一种试探 因为话虽这样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 都在看其他人 生怕步入木翼的后尘 那一幕 毕竟太恐怖了 林寻眸光一扫众人 唇角泛起鸡巢之色 反而闭上了眸子 一副根本不惧众人敢动手的 从容姿态 他在那里体会刚才的悟道妙境 这一次的收获真的太大了 一举将属于上个纪元的 仙道和幽冥道合这一世的 道横彻底融为一炉 极境蜕变 并且 所掌控的朱斑道法 也是将属于起源道点的 完整仙道传承彻底融合 实现究极突破 可以说 是将道语法彻底熬炼道极境 彻底融合 呈现出大圆满 大无量的蜕变 而杜杰之事 完全就是无心插柳 让得他在实现自身 道与法极境突破后 顺带着连修为也一举突破 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花开之时 蝴蝶自来 正是鸿蒙树前的一场悟道 让完全没有做好破镜准备的灵巡 自然而然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蜕变 至于被禁锢在身上的扶赵捷雷 雷鹰寻根本不放在心上 这其中烙印的诡异毁灭秩序力量 或许都能轻易灭杀不朽人物 可此刻 却如宋上门的猎物 正在被涅槃秩序一点点镇压和炼化 唯一的弊端或许就是 这扶赵捷雷的力量不彻底被炼化 以他当下之道行 也无法从禁锢中脱困 但 灵巡并不在意 也是在这时候 人们这才猛地注意到 禁锢灵巡身上的扶赵捷雷 竟隐隐有被灵巡躯体吞没的迹象 那其中可烙印着诡异和未知的秩序毁灭力量 代表着天法 怎可能会被炼化 所有人都色变 意识到不妙 绝不能让他从这一场劫难中活下来 动手 一向淡雅如蓝的麒麟云 在此刻彻底无法淡定了 连烙印劫难秩序的扶赵 都无法杀死 若让他活下来 那该拥有多恐怖的威能 轰 终离消第一个发难 张口一笑 风卷残云 狭一股钢风撕裂虚空 席卷向鸿蒙树那里 在那钢风中 涌现出一幅道图 隆隆响彻 镇压而下 更多的是一种防御的力量 显然 他是试探为主 并且是为了鸿蒙树 并没有直接对林寻出手 心中怕也存在着极大的忌惮 林寻眼眸依旧闭着 一动不动 可在其身上 却冲出一道伟岸耀眼的武道意志 双手在虚空中探出 轻轻一撕 那一副裹鞋在钢风中的神秘道图 当场被撕成两半 第2557章无法揣跺 钟离消瞳孔一鸣 这种武道意志力量让众人都有些醋眉 明明被俘赵捷雷还压制着 却还能凭借这等手段战斗 实在匪夷所思 归根到底 他还没有杜劫成功 否则 不仅仅止动用武道意志 此时杀他是最好的机会 其林云声音冷淡 杀 闻听此言 周雄并喜 全都一起出手 向前攻去 当中自然有人是想杀死林寻 夺其身上造化 但更多的人则是为了鸿蒙万道术 这种堪称一个纪元的至宝 谁不惦记 趁这个乱局 只要能冲到境前 不求夺走整株 只要折断一条之叉都足够受用无穷的 这是真正的仙道之根 承载仙道起源之力 价值无量 足以让不朽人物都为之疯狂 不然 如钟离霄他们这些来自第八天狱的贵胄人物 断不会这般冲动了 零 有人口颂晦涩到今 周身流转可不得神艳道光 眸光阴朗 展开疯狂冲锋 鸿蒙树只有一株 即便折碎 也不够分 唯有抢先出手 去 一生沉闷的轰鸣 像是天雷一般震耳 一个地祖人物 催动一柄覆盖着反溺雷霆法则的巨剑 同样也冲向鸿蒙树 但比他们更快的 却是一条皮链般的金色闪电 快得不可思议 仔细看 那赫然是一只黄金雀 浑身若仙金胶竹 璀璨夺目 他展示凌空 快过所有人 明显掌控着极其逆天的空间法则 暴视群雄 同样 他也是第一个靠近鸿蒙树的存在 探出一对巨大的金爪 就要拔走树体 轰 一股致强的斗战之气冲天而上 画成一条金色的长河将他猛烈的撞飞 那是丛林寻身上释放的五道意志力量 不止如此 一切冲向鸿蒙树的力量 皆被挡下 化作漫天光雨溃散 众人胆寒 屈之 此刻出手之人 足有数百之众 每个皆是地境中的枭雄和霸主 否则 断不可能一路杀到这问鼎一关 可现在 却竟都破不开一道五道意志的阻挡 力 那黄金雀发出奸笑 似是不甘心 他不退反境 璀璨的黄金赤震裂长空 俯冲下来 张口向着鸿蒙树再次冲去 似要将此树吞入体内 金色的鸟会 比天刀还锋锐 划破长空 张开后更是吞那万物 然而 一种可怕的变化在发生 金色羽翼遮天 压盖苍穹的黄金雀 却突兀地被那五道意志力量探手抓住 他愤怒长明 挣脱不开 反倒被林寻的五道意志一把给捏爆了 砰 金色光雨夹杂着血水泵见得很高 这黄金却可是绝颠地镜中的异类 比铜镜更可怕 可依旧挡不住林寻的神威 形神俱灭 开 一道沉宁如铁的大鹤响起 一向沉默寡言的令风出手 就见他掌中握着一把剪脯战刀 脚步猛地迈出一步 斩出蓄是已久的一刀 刷 五匹般的黑色刀器一闪 林寻那阻挡在鸿蒙树前的五道意志顿时被劈成两半 被那轰然席卷的黑色刀器彻底碾碎 一刀之威 惊是害俗 众人先是被这一刀惊到 而后都不禁露出振奋之色 那五道意志被斩 受困于扶赵捷雷的林寻 还拿什么宝珠鸿蒙万道术 杀 动手 场中响起一阵暴喝 钟离霄 吃破君等人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向鸿蒙万道术 而一刀斩开铃寻五道意志的令风 无疑是最快的一个人 身影几乎没有停顿 就来到了鸿蒙树前 只是当他刚要出手时 却意识到什么 身影猛的暴退 紧跟着 是钟离霄 吃破君等人 也都脸色奏变 毫不犹豫闪避 还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一道剑气如若神红般 鸡舍长空 从不远处横扫而来 扑扑扑 十多个冲在最前方的修道者 在这一剑面前就如田地里的庄家似的 被一剑横斩 躯体分开 原神崩碎 如瀑血与飞洒 他们身上的防御力量和宝物 以及临死前的抵挡 完全就如若纸壶般 根本无法阻挡 而在他们后方的人们 则侥幸捡回一条命 惊出一身冷汗 简直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那剑气太可怕 无坚不摧 就在这时 人们才注意到 展出这一剑的赫然是灵巡 他身上覆盖的浮罩截雷早已不见 显露出其俊拔修长的身影长 强大气机铺天盖地 压盖全场 杜杰成功了 所有人都心众一臣 惊疑不定 纳伏赵杰雷的力量 竟都被化解 这显得匪备所思 玩够了吗 灵巡黑魔如电 扫视场中 声音不高 但是却像有无形的恐怖威严 让每一个人都心灵站立 众人后退 脸色明灭不定 之前 景庭武道意志 就及沙漠翼这等绝颠地组 更将黄金雀一把捏碎 眼下的灵巡本人 又该多恐怖 我们 对你无恶意 只是谋取那鸿蒙万道数的机缘罢了 最前方的艺人硬着头皮说道 灵巡没有理会 冰住了同在最前列的麒麟云 钟离霄 赤破君等 从这些老对头身上一一扫过 杀意不加掩饰 此时的他 已渡截成功 踏入绝颠阻境 一身道横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一般的九镜组不同 在鸿蒙树前悟到的这一段时间 灵巡已将属于上个纪元的仙道 幽明道和自身道横全部融合一炉 实现了极境突破 这让他在渡截之后 第一时间就掌握完整的祖境大道 并且还不止一条 不能称作是绝颠地祖 而应该称作是绝颠万道祖 这和其他地祖 有着本质区别 一般的地祖 哪怕掌握多种大道 最终也只能凝练一条完整的祖境大道 此大道可容其他大道 但其他大道却无法代替这条祖境之道 而对灵巡而言 任何一条大道 皆可以被他凝练为祖境傲益 演绎出属于此境最为至高和极境的威能 这就是差距 并且灵巡是绝颠成祖 就是绝颠地祖也完全不一样 灵巡 俯首称臣 可饶你一命 有人杀气腾腾 实则是色力内忍 被灵巡的目光盯着 浑身都快要冻僵 比虽杜结成功 可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 一个人与我们这么多人争雄 就不怕枉死吗 亦有人高声喝道 鼓动群雄一起出手 至于其灵巡他们 则都在动用秘法在窥视灵巡 试图勘破其身上的玄虚 摸清楚其底细 因为此刻的灵巡 根本没有流露出一丝虚弱迹象 仿似刚才那一场旷世大劫 根本没有伤到他分毫 看我敢不敢 而此时 灵巡说道 从原地消失 化成一片滔天的神灰向前冲去 或者可以称之为飓风 因为太过狂霸 席卷天上地下 宛若狂风过境 珠般宝物和道法在轰鸣中爆碎 根本无法阻挡 那前方的人一个个横飞了起来 蹊跷流血 他们肝胆欲裂 无不变色 各个头皮发麻 这种威势震撼人心 不 有人大叫 试图躲避 然而 混沌其汹涌过来 一只大手 威压还雨 粉碎万物 这人正是刚才叫嚣的那个家伙 此刻却直接被打抱在虚空中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随着林寻动手 习俊拔的身影如若一尊天地出行 横推场中 一举一动 漠步释放出滔天威能 有昼雨星空浮沉 有诛天万金共鸣 通龙 场中神光蹦践 汹涌扩散 一道道地兵 一种种道法 被那些修道者运转道极境 动辄可灭日月山河 可在林寻面前 却都像幻化的泡沫般 轰然爆碎 什么道法 什么地兵 皆被风卷残云般扫荡 催枯拉朽般击毁 如入无人之境 紧紧眨眼功夫 便又十多个修道者被震杀当场 有的被全径打碎 有的被掌风拍裂 有的被剑气踢杀 有的被滔天的道光焚化 去猛霸道 势如破竹 那等宛如无敌的杀伐姿态 也是让得场中大乱 不知多少惊骇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心颤胆寒 雷有了扶照杰雷压制的灵巡 简直如盖世帝尊 有吞没诸天 横扫环宇般的大威士 枪 一道黑金胶竹般的战毛鸣颤 在钟离霄手中呼啸而出 凿开虚空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刺向灵巡 争得一声战鹰 这黑色战毛被灵巡探出的两根指头夹住 难动分毫 诸位 此人无敌了 快一起出手杀了他 钟离霄神色大变 充满惊怒 他可是绝颠地祖 全力一级竟被灵巡两根手指挡住 这让他都差点不敢相信 扑 回应给他的 是灵巡毫不客气的一拳 一级过后 钟离霄大口吐血 倒飞出去 机体都被震得军裂 躺出血痕 这不可能 钟离霄大叫 无法接受 同为绝颠地祖 才刚晋级的灵巡 却有碾压般的力量 将他这绝颠成祖 不知多少年的人轻易击溃 这显得太匪夷所思 而此时 西陵云 吃破军 令风他们也都是 齐齐露出凝重之色 心中为颤 此刻的灵巡 的确强大到了一种空前的地步 无法揣跺 深不可测 第2558章 真无可抵挡 整片战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心中剧震 从劫难中 挣脱而出的灵巡 就如彻底变了一个人 执掌的力量之可怕 让他们根本无法看透 木翼不强大妈 来自第八天狱的 一尊绝颠地祖 除了遇到同静之人之外 俨然可称无敌 可却被林巡的五道一指轰杀 而现在 随着林巡从劫难中挣脱 施展出自身为能 简直是杀地如载鸡 杀祖如割草 强大如钟离销 也在正面厮杀中 被轻易击溃 这一切 都让人们震撼 感到胆寒 一个个脸色变换不定 心中发出到了极点 怎么会这般强大 度更古未有之节 助镇压古今之道 其林云瞳孔收缩 他曾强势要求林巡 俯首称臣 而后又动了杀星 直至此刻 目睹林巡战力 除了杀鸡更沸腾之外 更多了一种含义 传闻中 永恒神族的后裔 才能碰触绝颠阻境的 无敌门槛 这林巡 该不会也触及到了 这个境界吧 赤破君宁眉 身上出现一层可怕的杀意 他感到极大的压力和威胁 他林巡可不是永恒神族后裔 我可不相信 这世上真的有此境无敌之人 令封面无表情地说道 林巡太强了 深深地威胁到了 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他们生出不好的预感 斗志都有些动摇 轰的一声 鲜电摇晃 道光扩散 林巡像是先尊一般 悲逆四方 随着他迈步 天地站立 整片虚空都像是容不下他的真身 无疲璀璨的道光从其身上席卷而开 扑 最前方几人 直接被那等可怖的斗战威能震碎 鲜血四剑 古断精折 形体爆开 这仙殿中的修道者 足有数百 无意不是地路上的霸主人物 可现在不过虚于间 就有数十人被林巡轰杀场中 自始至终 无人可因其锋芒 这个场面非常的恐怖 林巡所向披靡 永不可挡 这是一种无敌的威势 诸位还等什么 坐以待毙吗 一起上杀了他 不然我等全都要死 有人大吼 扑 然而 此人话语戛然而止 屈体就一分为二 一道剑气从林巡指尖斩出 像是一道鲜红贯穿天上地下 将那人斩杀当场 林立霸绝 许多人都从头梁到脚 此刻的林巡 不只是道横逆天 所施展的道法 也无与伦比的可怕 一举一动 皆有独尊地路的威能 他们并未看错 这次在鸿蒙万道树前悟道 林巡不只是将一身大道熔炼一炉 急进蜕变 并且将自身掌控的诸斑地金和上个纪元的起源道点彻底融合 如今 他的大道红如金 一经施展 一举一动 皆能让万金共鸣 演化出无上斗战之力 凌驾世间诸法之上 与他完美契合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道语法 就如此时 虽然只是随意出击 但那恐怖的威能撼动日月 浩瀚的威压降临 周深发出剧烈的轰鸣 道光迸发 神灰万道 真的仍肝胆剧烈 许多离得近的修道者 甚至承受不住这股威压 体魄上线出一道道血线 差点被阵裂 在场之中 只有地祖境之上的盖世人物才好些 但他们也脸色狂变 虽然他们也是绝颠地祖 搁在第八天域 都是地禄之上最一流的存在 足以威慑同静 暴灵地禄之颠 但眼前的灵巡 却竟在渡截之后 就已拥有足以凌驾于 他们之上的底蕴和威能 这让他们焉能不惊 杀 我就不信 他真的可无敌 赤破君狂吼 猛地化作一道银红 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声 冲向灵巡 他手中 掌控一尊青色道印 绽放无量光 同时 数十位修道者 也惊醒过来 纷纷打出法宝神通 通龙 天地四倍捅出一个巨大的窟窿般 汹涌激荡的能量 如同沸腾的江海般澎湃而起 化作五颜六色的力量洪流 向着灵巡冲去 其他绝颠地祖 如钟离霄 令风等 也同时动手 将自身极尽战力释放 打出各种各样的神通 疯狂打向灵巡 灵巡双瞳 无喜无悲 只是轻轻台掌 一手压下 砰 那飞扑而来的吃破君 如同一只苍蝇一般 被灵巡轻易台掌拍飞出去 紧跟着 他袖刨挥动 一道道粗大如山月般的浩荡剑气席卷而出 砰砰砰 接连有十七八位修道者 被那五匹般的剑气洪流破开防御力量 行神接烈 气血蒸腾 差点被当场打爆 而那些地祖境之下的角色 则就更惨了 他们的力量 在此时的灵巡的面前 就像琉璃碰到了神锤 轻易擦着一下 就把琉璃砸碎掉 随着剑气轰鸣扩散 当场就有许多人被轰杀 其他人则喝得肝胆剧烈 无不驾驭顿光 施展出浑身上下所有手段神通 拼命向四周逃去 眨眼间功夫而已 中央先停内 逃得仅仅只剩下三十余人了 其他修道者哪还敢惦念着 跟随其灵云前往第八天狱修行 早被灵巡喝破胆 灵巡没有阻拦 事实上 就是他想阻拦也不行 人数太多了 数百规模的递进人物 皆不是一般强者可比 若一星亡命奔逃 灵巡纵然动用权力 也仅仅只能留下一部分 更何况 他自始至终也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他的奇迹一直牢牢锁定 齐灵云 钟离肖等人 这才是他必杀的物件 并且 已经展开攻击 目标直指齐灵云 齐灵云瞳孔为咪 神色却依旧从容 没有硬汉 远远避开 杀 另一侧的令峰则抢先冲来 掌中一柄黑色战刀掠空 撕裂虚空 掀起一片昼雨星辰 运积在茫茫道光之中 恐怖无边 不知死活 连寻大鹤 生震动日月河川 混沌气弥漫 他一步就迈了过去 举拳轰杀 像是天地下界 一往无前 腐蚀万物苍生 轰 令峰横飞了出去 口中喷血 通体出现多处可怖的伤口 他选择直接硬汗 不屈服于事实 但结果很残酷 根本不敌 当初在太虚仙境 他曾为救水长静悍然出手 和林寻硬汗了一击 当时林寻还只是绝编八重大地 就挡住了他的功法 而如今 随着林寻破镜 在正面硬汗中 他却在一击中负伤 这个结果令令风色变 但他也堪称可怕 有一股沉宁如铁 无惧无不的战役 纵身上前 与林寻大战 以命血拼 当 十几回合后 林寻一掌按出 将令风黑色战刀震飞 后者不闪不避 直接以双拳阻挡 只是下一刻 就见在这一掌之下 令风从手指开始寸寸折断 接着双臂抱碎 而后身体矩阵 被拍碎在虚空中 血水泵剑 令风发出痴痛的闷横 眼神冲血 眼见他已逃无可逃 就要被林寻彻底抹杀原神 争 突兀第一道奇异的尖笑响起 林寻身影猛的一顿 无冤见顶随之轰鸣而出 焕发出亿万道道光 将他周身覆盖其中 撕裂耳膜般的剧烈碰撞声响起 一道烙印着不朽气息的飞梭 像一道黑色闪电般 狠狠撞在无冤见顶上 抱战出的力量之可不 让无冤见顶都遭受到冲击 剧烈摇晃起来 林寻身影也一阵摇晃 但并未负伤 怎可能挡住 远处虚空 其林云露出金色 那飞梭乃是他手中的杀手锏之一 烙印不朽人物的气息 别说地祖 就是绝颠地祖猝不及防之下 也根本挡不住 然而现在 却被林寻的剑顶锁倒 不过这一击 也帮令峰化解一场杀截 捡回一命 身影血气翻滚 被碎裂的躯体重新恢复过来 只是脸色已变得空前凝重 砰 那一道飞梭炸开 这件杀手锏就此废掉 林寻寄出无冤见顶后 气息再次暴涨一劫 他们的一个冲刺 破开重重围困 突兀地来到了那中离销身前 浮屠魔戒 中离销身前 涌现出一道古老的黑色卷轴 打开一斗 无数世界在它面前展现 犹如一种种炼狱般的魔戒似的 每一个魔戒之间皆覆盖着世界臂障 形成一种重重叠加的可怕防御体系 给人的感觉 它明明在眼前 可却像相隔了万千个世界般遥远 无疑 这黑色卷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秘宝 呼 刚展现出自己最强防御之力的钟离销 刚刚才轻输一口气 就猛地抬头看见 整个浮屠魔戒猛的一将 然后 一道锐利到无法想象的璀璨道剑 自临寻的无冤见顶内掠出 犹如无间不摧斑 狠狠刺入将那一种重叠加的世界臂障中 所过之处 仿似一个又一个世界被搅乱碾碎 爆战出可怖的黑色光与洪流 钟离销魂儿都差点冒出来 这可是他压相抵的防御手段 可现在 却被凌寻一箭动魄无尽屏障 毁灭无数世界 躯空中 只看到 一抹绚烂光芒 刺破苍穹 钟离销甚至能看清凌寻脸上的 淡漠之色 但已经来不及闪避了 扑 盗剑袭来 将他身身刺穿 钟离销连同他的神魂 尽数被凌寻这一箭绞成碎片 甚至连他体内的诸多保命手段都来不及动用 就彻底灰飞湮灭 被凌寻盗剑上的恐怖剑翼 从根本上毁灭干净 真真正正的身运盗销 魂飞魄散 第2559章来不及了 钟离销陨落了 而且还是在身上有珠般保命底牌的情况下 被凌寻生生以道剑刺杀掉 连杀手销都来不及起作用 刺他这样的绝颠地祖 所携带的保命底牌 大多烙印着属于不朽层次的力量 亦或者是某种强大的秩序气息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但终究不是无敌 凌寻手中的无冤见顶 在这些年的锤炼和蜕变中 便早已无惧这些杀手销的冲击 堪称是坚不可摧 屈之 无冤见顶至今 炼化了不知多少不朽物质 更在这些年中受到诸般秩序力量的运养 早已变得不可思议之极 威能上虽无法和不朽道兵相比 但也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帝兵可比 之前不愿展现 仅仅是怕这些敌人们逃掉 但现在已经到图穷比剑的时候 凌寻自不会再遮遮掩掩 刷 凌寻运转无冤见顶 龙龙轰鸣声中 似要压他天雨 三四个修道根本连反应都来不及 身体就在半空中 凭空暴碎开 形神俱灭 那等威势太恐怖了 不曾动用无冤见顶前 凌寻就有无敌之威 杀的场中无人能阻 而随着他运转无冤见顶 威势简直凭空暴涨了一大截 仅剩下的那些修道者们 斗志也随之彻底瓦解 仓皇而逃 再不敢迟疑和逗留 林寻虽止一人 却俯视这片战场 戏吞山河 所向披靡 这是一种真正独尊天下的大气势 连顾半庄 云洛洪这些东皇四族的强者 都在之前的战斗重伤亡惨重 仅剩下顾半庄 云洛洪等数人趁乱而逃 很快 就只剩下麒麟云 吃破军 令风等寥寥十余人 不能再犹豫了 若再不动用底牌 我等可都将输得一塌涂地 麒麟云声音清朗 显得无比冷静 诚然 此刻的林寻强横到宛如无敌的地步 可他们之所以没有退 一是不甘心 二也是有所依仗 轰 躯空俱阵令风出手 抬手寄出一个巨大的倒印飞出 通体古仆 像是青金铸成 笔布转壳翻天两字 灿然生辉 府一掠出 这翻天印就化成一座山峰大小 向前镇压而来 中央先停摇颤 轰然崩开 若非有晦涩的规则力量镇守此地 这里必然要被集成 当林寻出手 像是一尊天地般 以无冤见顶对抗 两者爆发出最为璀璨的光芒 像是有十万座火山爆发 扩散出的毁灭洪流之盛 震撼人心 众人站立 无步倒退 有两人被擦中 机体军裂 鲜血淋零 身子都被狠狠震飞出去 这种威力太过狂霸了 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林寻挑眉 这翻天印非同小可 不止充盈不朽的气息 且隐隐涌动着 丝丝缕缕的秩序力量 神意莫测 若非如此 令峰根本扛不住这一击 与此同时 令峰也震撼不已 翻天印乃是骑士一族中 一位不朽大人物所得到的瑰宝 来历极大 据说是诞生在一方秩序本源中的先天神针 举世无双 号称一印之下 翻天覆地 这次随同其凌云出行 令峰才有机会借到磁宝充当杀手锏 否则 以他在骑士的地位 根本不够资格动用磁宝 可是此时 强大如翻天印 也被挡住了 凌寻出手 刚猛霸气 勇绝天下 再度杀来 令峰不敢怠慢 近乎是拼命般催动翻天印 浑身那属于绝颠阻尽的 微能如山崩海啸 恐怖无边 临寻冷漠 以无冤见顶硬汉 铿锵作响 震耳欲聋 当当当 每一集 皆堪称今世 翻天印虽完好无损 可令峰却被震得气血翻滚 身影不断倒退 到最后 更是口鼻喷血 杀 关键时刻 吃破军杀来 身前浮现出一尊紫金葫芦 一片茫茫无垠般的星河 从葫芦内倾泻 宛若一片汪洋 将天地淹没 可不无边 那星河中涌动的 皆是丝丝缕缕的不朽气息 压概虚空 破灭万物 这是一种极为恐怖的景象 一挂星河而已 却仿似要熔炼世间万物 毁掉当中的一切生灵 而在那紫金葫芦上 更有各种图腾涌现 宛如传说中的道教天尊 坐镇在九天之上 遥遥操纵那一挂星河 舞动还宇 无疑 这紫金葫芦也是一件 不可思议的大杀器 弥漫不朽神性 要熔炼灵巡 刹那间 灵巡那勇猛攻伐的身影 产生致色 被那一挂不朽星河冲击到 如陷入汪洋之中 而在另一侧 令峰运转翻天印 也在强势攻伐 和吃破君一起配合 竟隐隐有压制住灵巡的态势 许多人看得精神一阵 其灵云当机立断 道诸位 还等什么 现在没有路可退了 我们一起上 联手杀了他 杀 一群人嘶吼 向前轰杀了过来 各种兵器飞舞 宝塔古灯 玉尺 神剑 宝光飞舞 漫天机设 一起朝陵巡冲去 其中 更有诸般诡秘无比的杀手锏宝物 如烙印着不朽意志的俘虏 充斥滔天杀法之威的卷轴 那等力量 都能轻易震杀地主 轰 惊天动地的轰鸣响彻 林寻所在区域 产生极端可怖的毁灭洪流 将那片虚空都完全淹没 这绝对是致命般的杀劫 任何地境人物在死 怕都难逃一死 然而 很快人们都被惊到 随着光雨和宝光飞溅 林寻所在之地都被毁掉 虚空塌陷 可他人却安然无恙 他立身在那 谋光忧碎 头上无冤箭顶沉浮 垂落亿万道光 将他护在当中 宛如万法不清 之前那恐怖的致命打击 却竟都没能破开无冤箭顶的防御 这 习林云脸色变了 其他人更是瞳孔收缩 心中直冒寒气 在这一集中 他们可是将杀手锏都动用 都能威胁到不朽人物的性命 然而 在林寻面前 依旧不行 枪 就见林寻身影未动 五冤箭顶中却掠出一口道箭 静止飞向前方 扑得一声轻响 一位修道者眉心炸开 背脊穿出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鲜红的血水飞起 他直挺挺地栽倒了下去 这是一名追随吃破军身边的地祖 活了不知多少万年 可却挡不住林寻一剑之力 顿时冷场 喊杀声平息 很多人悚然 下意识地止步 只是 林寻的功伐并未停顿 无冤箭顶镇压天地间 无尽道光垂落 如一道道茫茫瀑布 又像是一挂又一挂天河 紫金葫芦和翻天印 都被震得嗡嗡俱颤 不是这两样宝物不够强大 而是动用他们的人 修为根本扛不住林寻的冲击 通龙一生 场中再度有数人直接鼓断金折 四分五裂 被砸得形体爆碎 原神成灰 第一时间死亡 此时的林寻 杀气冲天 以最强手段杀敌 到了后来 战场之中 仅仅只剩下其林云吃破军 令封三人了 其他人要么被杀死 要么早已逃走 但这个时候 突兀地 一道强大的气机刹那爆发 牺牲到了境前 直轰林寻的后背 出手的是齐林云 并且他一出手 就来到林寻背后 手握一干染血的黑色响魔杵 朝林寻背心刺去 快得不可思议 此时的林寻 正在对抗令封的翻天印 和吃破军的紫金葫芦 在人们眼中也根本不可能避开这来自背后的一击 可谁曾想 林寻根本就没有闪避 只不过在其背后 青木道体骚然掠出 猛的一拳打出 拳净之胜 可毁山河万灵 可灭日月星辰 当通明碰撞声中 响魔杵虽被挡住 然而 林寻心中警召大声 感觉到了一股危机 也就在此时 齐林云手中的响魔杵上 释放出一缕缕 禁忌般的凶利气息 燃血的杵身 出现一幅血淋淋的道图 朝青木道体笼罩而下 青木道体身影一闪 涂物体消失在林寻本尊 而在同一时间 无冤见顶镇压而下 涌现出无尽道光 挡在林寻本尊的背后 通龙 躯空炸开 混沌澎湃 这个地方混乱 齐林云手中的响魔杵暴碎 这终究是一件密器 释放出的威能被挡住后 就在无威慑可言 齐林云原本想凭借毁掉 这一件世间罕见的杀手锏 让林寻血染长空 遭受重创 但可惜失算了 他倒也果断 第一时间就远远避开 只是神色已是明灭不定 同一时间 令峰又杀了过来 操纵翻天印 轰击林寻 大道痕迹成千上万缕 铺天盖地 另一侧 吃破军运转紫金葫芦夹吉 声势可步 时间太久了 送你们上路 林寻说道 踏步出行 无冤见顶浮沉 神威举世无双 通龙 斗战的威能激荡 席卷而开 北多久 即便是令峰 吃破军也承受不住了 两人大口咳血 被林寻一人的威能压制 震伤在身 到最后 林寻发出长笑 竟已无冤见顶 硬生生将那翻天印给镇压 禁锢在虚空 无法动弹 紧跟着 林寻杀来 一拳打出 轰 这一拳 直接贯穿令峰的胸膛 让他抱碎在当场 任何秘术 法宝都挡不住 这绝世一级 这位自第五天狱走出 被第八天狱骑士 收为供奉的绝颠地祖 直接被轰杀当场 彻底殒命 其林云浑身发僵 如坠冰窟 他原本打算 不惜手中的底牌去营救 哪曾想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 快到了他想营救都来不及 第2560章 怎样一个怪物 这一战 进行到现在 不过斩查时间 可却先后有一个绝颠地祖陨落 被舞到一只一拳打死的木翼 被林寻一道剑凿开躯壳的钟离销 被林寻全境轰碎的令峰 在此期间 更有一批又一批堪称递进霸主的修道者 倒在林寻的脚下 许多人都早已逃了 被林寻那晚如无敌般的神威鹤破胆 这个结果让人如坠冰窖 此时 整片战场鸦雀无声 到了现在 活着的人都绝望了 怎么去战 根本不是对手 更为糟糕的是 想逃都不能 赤破军曾尝试逃顿 但刚一动就被林寻截断 哪怕他动用禁忌秘法 也都无法撼动无冤见顶的横倒 这让他也彻底胆寒 征战到此时 死的死 逃的逃 只剩下他和麒麟云两人 而在看麒麟云 此刻也是面色苍白 他曾遗止气使 傲然要求林寻俯首称臣 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了 但他和吃破军不一样 他由自从容 并未惊慌失措 或者说 他上有底气在 林寻没有指手 事实上 战斗到此时 他一直不曾停下手中动作 因为他根本不容对手逃顿 本作与你拼了 眼见林寻杀来 逃无可逃的吃破军发出爆喝 犹如祸出去斑 在他眉心之地 蹦射出无数璀璨光束 交织出一个宇宙世界 斑斓夺目 浩瀚无量 对这林寻镇压而下 通隆隆 世界昼雨内 有日月星辰转动 混沌气朦胧 宛如真实的斑 不可思议之极 林寻没有躲避 身影光芒万丈 脚步一踏 滔天的威能从其身上扩散 化作深沉无量的大渊 直接粉碎天地 将那宛如真实般的宇宙世界一举吞没 扑 赤破军大口吐血 眉心炸裂 出现一个可怖的伤口 他目自欲裂 都不敢相信自己最强的天赋神通 却竟被吞掉了 显得那般不堪 杀 他催动紫金葫芦 心血一挂不朽心河 席卷长空 黄黄耀眼 林寻神色冷漠 杀气万众 无情镇压 与此同时 他身影数尔一闪 五大道体一起掠出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横挡 中央先停前 习其出手 轰 光雨蹦剑中 虚空中一道身影亮枪退出 赫然是其凌云 他之前不知动用了什么秘法 净化作无形之体 试图离开此地 但却被林寻试破 以五大道体将其阻截 杀了这么多人 你这次即便活着离开此地 可到了诸神遗迹之外 又能逃到哪里 其凌云眸光冰朗 笑脸布满寒霜 这个一袭长裙 手握书卷的淡雅女子 此刻也显得很狼狈 无法再向之前从容 眉宇监禁时阴霾 林寻没有理会 自顾自镇压吃破君 通龙 如法刨治般 刚才发生在令峰身上的一幕重现了 先是那紫金葫芦被无冤剑顶镇压 禁锢在虚空中 而后随着林寻迈布 一拳打出 那无匹的光辉中 吃破君身上的防御宝物一箭剑炸开 皆如纸壶 紧跟着 他躯壳上覆盖的重重防御道法 也都被这可怖的拳击碾碎 扑 一拳 他整个人也被轰杀 躯体直接被贯穿 在虚空炸成一片血雨 而后被茫茫全境碾灭一空 彻底消亡 这位来自第八天玉吃家的绝颠地祖 也不入令峰 钟离枭 木翼的后尘 隐恨于此 而此时 这中央仙庭内 只剩下麒麟云一个对手 天地战动 混沌迷茫 被阻截在仙殿前的麒麟云身前 浮现着一页页泛黄的经书 共有一百零八页 其上皆烙印着不朽般的神性古文 如蚯蚓般扭曲蠕动 灵巡五大道体一起攻伐 竟是无法破开这一页页经书的防御力量 要知道 五大道体每一尊 可都堪比本尊的战力 随着灵巡这次绝颠成组 五大道体也随之蜕变 战力早已经非习比 然而 纳泛黄的经书实在匪夷所思 产生的力量晦涩难言 将一切的道法和威能皆一一化解掉 根本无法伤到被保护其中的麒麟云丝毫 远处 临巡本尊走来 身形俊拔 黑丝浓密 两道幽碎犀利的目光 盯住了麒麟云 在其头顶 无冤见顶 顶口如瀑布搬向外垂落亿万道光 将它护在当中 犹如一尊仙尊般 有至高的威严 见此 麒麟云却物字冷静如初 道 我承认 看错了你 不如暂且停手 好好聊聊 李总该不希望 从此地离开时 就被诸神遗迹外的那些老东西杀死吧 一页页经书灿然生辉 化作神红将他修长的身影围绕 隐隐约约有灰色神秘的诵经声响起 任何攻击 皆如泡影般 被阻挡在外 这一幕 让林寻意识到 麒麟云手中的书卷 怕是一件强大到不可思议地步的一件之宝 刷 想了想 林寻收起五大道体 见此 麒麟云刚松了口气 要说什么 就见林寻本尊猛递上前 以无冤剑顶轰杂而至 轰 无尽道光蹦见 恐怖霸道的威能从无冤剑顶扩散 震得那一页页泛黄金书都产生剧烈波动 翻滚不已 身处其中的麒麟云都被惊到 笑脸奏变 道 你真要赶尽杀绝 林寻不言 继续催动无冤剑顶轰杂 密集的轰鸣声响彻 无冤剑顶每一次轰下 那一页页泛黄金书就剧烈一阵 当轰击数十次时 那泛黄金书都似有些承受不住了 产生刺耳的嗡鸣之音 虽暂时没有遭受到威胁 可见道林寻这般坚决狠辣 麒麟云简直是又惊又怒 内心勇起说不出的滋味 以她的身份 各在第八天狱都堪称是妖野 一些老辈人物都得公顺低头 在第八天狱之下的那些界狱中 她就是九天之上的神女 高不可攀 只能去静养 别说是递近人物 就是不朽人物 也得礼让三分 因为她是麒麟云 是骑士当今组长之女 就凭这个身份 哪怕她就是一丁点修为 也几乎是无人敢惹 起码在永恒真界就是如此 然而此时 林寻的所作所为 完全打碎了麒麟云的一切认知 让她的尊严和傲骨都遭到沉重打击 一个来自星空古道的角色 却一点都不具各种威胁 这种肆无忌惮 无所畏惧之人 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轰 最终 那一夜夜泛黄金纹构建而成的防御力量 被无冤箭顶破开一道裂痕 遭受冲击之下 齐麟云一个亮呛 差点栽倒在地 唇角躺屑 一张绝美翘脸都变得煞白 你敢 眼见凌循大手探出 狠狠抓来 齐麟云发出呵斥 佩戴在身前的一道烙印着阴阳于图案的玉坠中 末地释放出一道金色神灰 翁 金色神灰翻滚 凝聚成一个古老原始的棋子 在虚空猛地绽放出灵力霸道之极的秩序之光 这赫然是由秩序力量所撰写的一个姓氏 代表着十大不朽巨头之意骑士的郑族之力 无法形容的致命威胁涌上灵巡星头 根本不必怀疑 这秩序力量所化的姓氏 拥有无法想象的毁灭威能 他几乎第一时间收手 以无冤箭顶出击 轰 无冤箭顶发光 一举将这金灿灿的旗字照住 镇压进顶炉内 紧跟着震耳欲聋的暴鸣从无冤箭顶响彻 仿似有一位神尊在顶炉内暴怒发狂 横冲直撞 令得无冤箭顶都剧烈阵战起来 可仅仅片刻 一切都归于沉寂 无冤箭顶流转道光 浑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而被镇压在顶炉内的那一枚金色旗字 则已经被涅槃秩序隐生生地碾碎 化作一股佩然无比的秩序本源力量 被汲取吞噬掉 林寻甚至注意到 当这一道秩序本源力量被收取后 仙道秩序 幽冥地府秩序 以及陈吉其中的秩序之灵无双 几乎同一时间被惊动式的 齐齐出手 在争夺这一股秩序本源 转瞬 这一股秩序本源就一分为三 被仙道秩序 幽冥地府秩序和无双瓜吞噬掉 这一幕很匪夷所思 裂盘秩序就如一个母体般 汲取恋化所收集到的秩序力量 而后化作了一股养料 补育给了被他一一重塑出来的各种秩序 从而使得这些秩序力量也随之变得强大起来 尤其是无双 这个犹如亲至少女式的秩序之灵 在汲取到一部分旗子秩序力量后 娇嫩白皙的脸蛋都红润不少 焕发出一股活力 这一切 说来缓慢 实则皆在一杀发生 当见到自己保命所用的杀手锏 却居然就这般轻易被镇压 席林云都如遭雷击般 瞳孔扩张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那欲最终的秩序力量 乃是他其实所掌握的天阶九品秩序 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天阶九品 威能堪称恐怖 别看只是一个棋子 可那等威能 动辄都能给不朽层次的存在造成致命威胁 可现在 却就那般轻易地被镇压了 这一切都颠覆了其林云的认知 让他机体战力 彻底色变了 看向林寻的目光 更带上不可抑制的金句 眼前这家伙 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 这一切都领备了